他们有着完全相同的念口 命运却如云迷之别 一个是燃剑山庄高高在上的三公子 另一个却是被关押在大牢的死囚 然而今天他们的身份彻底发生了逆转 为了让少年成为自己的替身 不经允准备将少年从牢房中劫持出来 然而少年却趁其不备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 自此杀人狂魔摇身一变 成为了燃剑山庄真正的三公子 原来少年自幼与爷爷相依为伴 可几日前外出归来 发现爷爷被人残忍杀害 可他不仅没有感到一丝悲伤 反而显得异常兴奋 并不是因为他冷血无情 而是爷爷从小便告诫他 在任何人面前都要隐藏自己的本性 但这一次他决定将内心的恶彻底宣泄出来 他拿起了镰刀 一人便涂漏了整个村庄 只因这些人都可能和爷爷的死有关 可就在他准备继续寻找真凶的时候 身体却被人一脚踹飞 直觉告诉他来人就是杀害爷爷的凶手 可光凭男人身上散发的威压 就让他无法动弹 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一个顺身 男人便出现在少年的身前 抬手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而手中的剑则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 随着意识渐渐模糊 少年以为就要这样子死去 可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关进了大牢 虽然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但始终没能为爷爷报仇 不过从男人的口中他得知武功的存在 如果我学会了武功 或许就能打败他 可我还有机会吗 就在他努力思考对策时 牢房里泛起了一阵浓雾 自幼熟识药材的他一眼 便分辨出了其中成分 三白草 当归 极草根和盐荫草 这是睡眠香 片刻后他缓缓闭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一道人影 静止来到了他的牢房 然后解开了他脚上的枷锁 就在来人准备将他带走的时候 少年猛然睁开了双眼 趁来人震惊之余 直接一脚狠狠踹在他的身上 然后拼了命地朝牢房外跑去 可下一秒 一股强烈的蚂蚁席卷全身 只见男子抬手 极致点在少年身上 少年便再也动弹不得 被扔回了牢房的少年 在看清对方的妆容后 不由得让一阵惊疑 这身打扮虽然和之前那个家伙相似 但此人左眼却少了几道伤疤 难道他们是童虎 想要斩草出根吗 突然 一个头戴斗笠的公子缓缓走来 当他掀起头上的斗篷时 少年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这人竟然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天底下居然真的有这种奇缘 我们长得同一张面孔 但命运却截然不同 我是燃剑山庄的三公子 可你却是即将车裂的死囚犯 如果我将给你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成为我慕晶云的替身 而你只需要在山庄里享受 山珍海味美女伺候 并且是成之后还会给你用不完的财富 前提是只要你吃下这颗毒药 看着放到嘴边的药丸 少年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其吞下 亲眼看到少年吞下了毒药 慕晶云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鹰鞋 随后便让护卫解开了少年的穴位和家锁 殊不知很快他将为这个决定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在他们朝着牢房外走去的时候 少年趁其不备 直接180度扭断了慕晶云的脖子 现在冒牌祸死了 听到声音刚护卫转头看去 发现倒在地上的尸体 只感觉脑袋一翁 可一切都为时已晚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一把掐住少年的脖子 你这个疯子居然把少爷杀了 难道你想死吗 少年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他甚至替身要代替本尊承受所有的危险 如果跟他们走了那他就真的必死无疑 其实你并不想杀我 不然的话你早就动手了 听到少年的回答刚护卫恼羞成怒 直接抬手将他狠狠摔在地面 手中的匕首就要朝少年刺去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 然而少年仍是泰然自若毫不在意 相反这是你千斩难逢的机会 吞下毒药的三公子不正是你最好的傀儡吗 忠心的刚护卫被少年的一番话动摇了 不久后燃剑山庄内 刚护卫警告少年老师待在房间不许擅自离开 如果你敢耍小聪明 那我一定会杀了你 说吧随手人给少年一枚解药 每隔12个时辰吃下一枚 否则你就会独发身亡 傍晚吃着刚护卫给的解药 少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在被刺穿胸膛的情况下还活了下来 至于那个想杀他的家伙应该以为他已经死了 所以现在的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在燃剑山庄冒充目睛云 学习武功为爷爷报仇 然而为了防止少年搞小动作 刚护卫特地派了他的师弟古灿前来监视 当古灿得知少年竟然能杀死穆金云 震惊的下巴都要掉到地上 可又不得不听从师兄的话让计划继续进行下去 而这边刚护卫也感到一阵头疼 作为一名死球 少年在那种情况下不仅杀了穆金云 还扬言要取代他 这种人多留一天他们就多一分威胁 不禁让他产生了重新找一个新主子的想法 对此古灿却不以为然 反而认为刚护卫胆子变小了 一个不会武功的小屁还没什么可怕的 与此同时少年开始对这几日的事情进行复盘 刚护卫并没有告诉他需要替身的原因 只留下一个人监视就离开了 而然建山庄并不是一个危险到需要替身的地方 所以他推测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用到他 至于刚护卫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 或许他已经开始在考虑换主人了 不消片刻 少年便将刚护卫的心思猜得七七八八 想到这里少年直接推开了门 此时古灿守在门口已经昏昏欲睡 听到少年要出去办事 还邀请他一同前往 古灿当即警告 不想死就乖乖待在屋里 少年却是冷笑一声 只要你不说没人知道我们出去了 见他敢当面挑衅自己 古灿直接将少年按在墙上 可下一秒 少年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 然后照着刚护卫的动作 一个过肩摔将古灿摔在地面 并且抬手提指点在古灿的穴道上 古灿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家伙 难道你隐藏了武功 少年并没有回答 反而露出了更加惊讶的表情 他明明是按照肝护卫的手法点的穴 古灿竟然还能动 随即再次急止朝着古灿后背点去 直到这一刻古灿才真正意识到 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肝师兄的武功 眼前这个人究竟有多么威胁 眼看不是少年的对手 古灿再次用毒药威胁少年 难道你不怕蹊跷流血痛苦地死去吗 可少年丝毫不受影响 只是轻轻咬破手指 然后将血喂进了古灿的嘴里 古灿彻底慌了 在地上来回翻滚 试图将毒血吐出来 可一切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少年再次开口 他从小跟着爷爷采药 尝遍了世间百毒 普通的毒药对他来说根本不管用 甚至连他的血液也饱含剧毒 因此他未给古灿的毒血 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 好了 现在给我介绍一下 燃剑山庄的具体情况吧 原来燃剑山庄庄主牧人丹重病已久 即使大夫绞尽脑汁也束手无策 甚至连病因都没找到 由于在此之前庄主并没有决定继承人 所以燃剑山庄的四位公子 为了争夺庄主的位子 即将展开一场兄弟相残的心风血雨 其中第一公子慕英浩 不仅荒音无度而且是杀残暴 是四兄弟中最无能的人 二公子慕恩平 奸诈狡猾 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主 而第一夫人唯独宠爱长子 为了能让他坐上庄主之位 更是不择手段 于是请来了一方术室 名义上是为庄主驱邪除魔 实则早已和方氏暗下勾结 他以三百两为仇 让方氏套出庄主的公章和秘籍所藏之处 对于这种歪门邪道 大夫虽极力阻止 但却也无济于事 之后第一夫人甚至下令封锁庄主的房间 不让任何人靠近 得知这些情况 少年直接喊上午餐 他要去见一见这个冤种老爹 与此同时三公子穆金云的整个计划 也被他完全洞悉 真正的穆金云是想让替身出面 然后三兄弟上演一出自相残杀的戏码 作为欲棒象征最后的渔翁 穆金云只要等到几个兄弟死后悄悄站出来 那他就能占据上风赌掌大局 只可惜少年成了这个计划里最大的变数 在前往庄主房间的路上 两人经过了练舞场 正好看到四公子穆有天正在练舞 虽然他是庄主和青楼女子所生 但为人努力武功出色 人品更是深得庄主的喜爱 不过这也成了第一夫人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看到穆有天那练功的方式 少年不禁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向穆灿淡淡询问了一句 如果我习舞之后能杀死肝护卫吗 听到这个问题穆灿不由的心头一颤 难道他已经察觉到我们准备放弃他了吗 这个家伙不仅仅是聪明 简直就是一个人精 他咽了咽口水向少年解释 习舞最基础的是内功的修炼 也就是说通过呼吸土内法 让大自然的能量在体内循环 最后凝聚成为内力 积攒的内力越多就越强 但内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的 像刚护卫这种一流高手 至少有半个甲子的内力积累 所以在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 说到这里古灿其实并没有完全讲明 因为修炼内功也有最佳时期 过了五至九岁 身上灼气加重 就算练了也无法凝聚内力 也就是说少年一辈子都无法超越刚护卫 看着古灿那得意洋洋的样子 少年其实早就猜到了古灿心中所想 于是转头摸向了他的眼颊 你的眼珠子转动起来真可爱 让我忍不住想抠出来 不过少年没有继续深究 而是笑音音的询问 不如以后你就成为我的人吧 现在的他既杀不掉钢护卫 又无法将他拉拢到自己这边 一时间也没有好的对策 想到这里他转头再次询问 穆金云和四公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得知两年前穆金云骂四公子的娘是贱人 那时就被打得很惨 少年就不由地大笑起来 四公子人还怪好的 起码没有碾穆穆金云的四肢 说罢便转头朝着庄主的房间走去 而这边方是用红线和铜钱缠绕了整个房间 庄主躺在床上毫无反应 他的心脏处向外扩散出一条条诡异的黑线 虽然看起来像中毒一样 但其实这是被煞气吞噬的结果 幸好他常年习武这才撑到现在 只可惜中杀太久 即使方是神通广大也只有五成的把握 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救活庄主 只要能完成夫人给他的委托 庄主的死活与他又有何关系 于是他单手持笔画出一道鬼符 随即大吃一声 鬼符直接贴在了庄主的胸口 一道能量从符咒上疯狂涌现 伴随着方是口念咒与手掐硬绝 庄主身上的煞气四散弥漫 渐渐的他双眼通红 似乎马上就要被什么东西附身 就连方是的身体也被震飞了出去 场面一时间快要失去控制 而就在这时少年直接推开了房门 父亲 我来给您请安了 方是被突如其来的闯入中断的施法 来不及确认何人便发出了一声惊呼 马上给我出去 不然庄主就有生命危险了 可少年全当没有听见 自顾自地查看起庄主的情况 而就在这时 庄主身上的煞气暴涨 附身的鬼衣越来越强 形势彻底失去了控制 只见庄主扭曲着身体漂浮在空中 紧急之下方是赶紧让二人帮忙按住 而他直接一张符咒镇压庄主的额头 口中还不断喃喃 然而庄主身上的煞气越发强大 小小符咒根本无法将其压制 而鬼衣也开始沿着庄主的手臂 向谷灿身上传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少年当机立断 一剑斩下庄主的手臂 这一幕彻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方氏抬手再次一张符咒贴到断臂上 这才勉强稳住了局面 但此时的方氏已经打起了逃跑的念头 就在他准备收起东西逃之夭夭时 匿柄长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他这点小心思早就被少年看在眼里 谷灿想要说些什么却被少年制止 这就是庄主卧病不起的原因吗 方氏已然被少年的举动吓得浑身哆嗦 只能连连狡辩庄主这事被诡异附身 并且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这样浪费时间 庄主随时都可能死掉 可少年脸上仍是露出一副势不关己的表情 方氏不由一颤 难道公子你也希望庄主死吗 当听到这个野字时 少年便明白了一切 是大夫人指示你这么做的吗 方氏知晓已经无法继续隐瞒 便将一切全盘托出 谷灿听完真相也不由得抹了一把冷汗 若是被大公子夺得庄主之位 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为了自己的未来 他连连向少年解释 我们一定要救活庄主 如果庄主死了 大夫人一定会将责任推到公子身上的 方氏也在一旁出烟附荷 他有办法救活庄主 此时少年却陷入了沉思 但很快他又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他并没有让方氏救活庄主 而是让他继续询问公章和秘籍在哪 少年乃是当今武林万中无一的鬼修天才 就连传说中的修罗恶鬼也要任其差遣 可在此之前 他还只是一个被关在大牢的死囚 直到被燃剑山庄的三公子看中 想让少年成为自己的替身 可少年却果断出手 杀了本尊代替他成为了真正的三公子 然而燃剑山庄的谁比他想象的还要深 就在方氏以为少年要将庄主救活的时候 他却让方氏继续询问公章和秘籍的所在之处 所有人都被他这个决定吓出了一身冷汗 可少年并没有解释什么 无奈方氏只能掏出一个傀儡 如果让诡异继续接触庄主 那他真的就会死掉 所以这个傀儡可以起到代替庄主的作用 说罢只见方氏抬手将傀儡和断臂绑在了一起 他再次手掐硬绝口面咒语 附着在断臂上的诡异幻化出一只手臂 将傀儡死死抓住 与此同时庄主的口中也发出了痛苦的嘶吼 由于诡异散发的煞气太过强大 如果继续动手封印就会被解除 届时三公子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想到这里方氏心中一横 很快就做出了一个一件双雕的决定 随即他与外人不适合再次唯由让谷灿先行离开 然后口中再次喃喃几句 庄主在他的控制下缓缓说出了密集和公章的藏匿之处 要防地下的钉子石门内 话音刚弱 那个傀儡便在煞气的轻石下应声碎裂 方氏连忙呼喊少年赶快斩断红线 然而就在红线断开的瞬间 鬼一沿着地面开始向少年身上爬去 直到这一刻方氏才露出了阴险的表情 随着鬼手将少年的身体团团包围 方氏一道符咒镇压在少年额头 就这样他既完成了委托 又可以把责任推到少年的身上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举动彻底释放了少年身藏内心最纯粹的恶念 此刻得知被骗的鬼一 将所有的愤怒发泄在少年身上 他要彻底占据这具身体 与此同时少年陷入了幻境 爷爷惨死的一幕重现在眼前 这一次他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 他终于明白爷爷对于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而鬼一在感受到少年心中的那份渴望之后 为他创造了一个没有遗憾的世界 看着死去的爷爷重新站在身前 少年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 一把上前抱住了爷爷 就在鬼一认为少年将永远沉浸在这份幸福中的时候 少年的神情骤变 然后转身一掌抓向鬼一的头颅 你惹我生气了 居然敢用爷爷的死来戏耍我 鬼一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他不明白少年为什么能发现他 可不等他继续思考 一股深入骨髓的含义席卷全身 这是连恶灵都不愿靠近的最纯粹的恶念 你以为我的幸福就是复活爷爷吗 不 我想要的是杀死那个杀害爷爷的凶手 这一刻感受到少年那滔天般的杀意 鬼一静挣脱开手臂转身就跑 这真的是一个活人能拥有的感情吗 与此同时爷爷的声音响彻少年的脑海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证吗 那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像名字一样 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 此时鬼一不知道跑了多久 终于来到了少年的内心最深处 在广阔的草地上只有一扇被封印的大门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鬼一还是决定打开大门将少年的内心全部吞噬 然而当封印大门的符咒被撕下的那一刻 周围的一切渐渐被黑雾笼罩 鬼一的身体在黑雾下被一点一点吞噬 他挣扎着想要摆脱 但一切为时已晚 在绝望的那喊中鬼一彻底被拖进了无尽深渊 与此同时少年猛然睁开双眼 身上的煞气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 方氏回头望去 立刻就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只见少年若无其事地撕下了额头的符咒 一股股黑雾从他的手掌不断向外涌出 只听他的口中倾吐一句 魔色 黑雾便缓缓凝聚 最后幻化出了一道人影 方氏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怨魂 而是更高级的恶灵 可不等他做出反应 少年一声令下 魔僧便朝着他疯狂喜去 虽然方氏勉强挡下了这一击 但却对少年的举动彻底下愣在原地 他竟然能把恶灵当成世神一样使惯 要知道恶灵对于人类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可来不及想明白 恶灵一掌再次抓来 慌忙之中方氏连忙拿起身旁的宝剑 可面对地狱归来的恶鬼 他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 区区反物又怎么能抵挡得住 只见无数触手抓向他的身体 方氏口中不断发出饶命的哭嚎 可少年没有丝毫怜怜 你既然听到了公章和秘籍的事情 那就留不得你了 就这样方氏在无尽的恐惧中被拖入了深渊地狱 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明白 原来从一开始他不过只是少年的猎物而已 片刻后古灿重新回到房间 看到方氏那恐怖的死状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 接下来在少年的安排下 他将房间布置成了方氏斩下庄主的胳膊后 还想杀他的样子 可古灿却担心这样的小把戏骗不过大夫人 少年竟毫不迟疑 直接抬起宝剑扎进了自己的大腿 这一幕让古灿只感觉后背发凉 没想到他对自己也如此狠辣 心中的恐惧越发强烈 这种人根本不是他能招惹的 而就在这时一个人影突然闯入 来人正是燃剑山庄的那堂主张明仁 原本他和庄主木仁丹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19年前他便誓死效忠庄主 可如今却为了燃剑山庄的未来 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大夫人的要求 暂时离开一会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没想到一回来就看到了这一幕 他愤怒地质问两人对庄主究竟做了什么 古灿赶忙解释这是误会 同时少年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 当想说些什么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不明所以的张明仁抓住古灿就开始一顿责问 古灿原本想要说些什么 却看到少年脸上露出的那一抹阴血 立刻就打消了所有的念头 他明白少年现在肯定在演戏 最后只能按照少年的安排说明一切 不久后少年躺在燃剑山庄的药堂内 周围散发的药草气息让他感到无比亲切 想到很快就能拿到密集和公章 心中不由地轻松了许多 虽然这些东西就在药堂的地下 但如今人多眼杂 于是决定晚上再去寻找 这时古灿手蝉绷带走进房间 他按照少年的指示 从方式的尸体上得到了两本书籍 一本是诸子略阴阳家 另一本是怪异初谈 由于为了销毁证据 大夫人派人将方式的所有东西都烧了 这还是古灿趁着东西被烧掉之前偷偷拿的 古灿不明白少年为什么要找来这两本书 可少年并没有回答 只是抬手指了指窗外 你能看到那里有什么东西吗 古灿在窗口张望了半天 始终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殊不知此刻一个鬼影正漂浮在窗外 而他的身影只有少年才能看见 本人批魔术 开启了少年称霸武林的道路 而当魔术解除封印的那一刻 释放出的鬼灵则将毁灭整个武林 此刻燃剑山庄内 二公子为了拉拢刚护卫 特地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刚护卫虽是满脸奉承之色 但早已猜到二公子心中所想 蓄以为一之后便欣然接受 可待宴会结束后 二公子再次向刚护卫确认 穆金云真的失去了武功 对此刚护卫给予肯定的答复 在他看来 真正的穆金云已经死了 而那个冒牌货确实不会武功 这也不算是说谎 况且若是被人知道他护主不利 还导致主人被杀 那他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于是决定用冒牌穆金云的命向二公子投诚 可二公子并没有轻易放下戒备 虽然那小子原本就是个窝囊废 现在失去了武功也算是少了个对手 但我还是很好奇 他究竟是如何失去武功的 面对二公子的质疑 刚护卫心中不由一惊 正思考该如何应对时 二公子却再次开口 为了打消刚护卫的步虑 他让刚护卫不必担心 即使是你的失职 我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 但毕竟两人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又怎会轻易给人落下把柄 刚护卫再次拱手表示不能告知 并且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二公子 二公子口中说着自然相信的话 却又暗自提及刚护卫 应该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杀手吧 听到那个地方刚护卫虎去不由一阵 原本他以为二公子 只是个乳秀未干的小屁孩 没想到对方早已将他调查得了如指掌 瞬间形势变得越发微妙 然而二公子并没有就此放手 他开始步步紧逼 难道这些也是不可言说的秘密 刚护卫被吓得连忙失口否认 见刚护卫已经被自己完全拿捏 二公子这才果断收手 他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让刚护卫先行离去 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 二公子对刚护卫提供的信息人报有很大怀疑 随即下令属下查明刚护卫的意图 以及穆金云的真实情况 属下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难道仅仅只是确认穆金云有没有丧失武功吗 二公子冷冷一笑 那就顺便废了他那两条没用的双腿吧 与此同时要躺地下室内 少年正拿着那本人皮古书端向了许久 时间上能清楚地感受到上面传来的跳动 仿佛其中隐藏着某种强大的能量正在翻腾 尽管他并非活物 但少年知道这本古书绝对非同凡响 此刻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解开封印在上面的佛珠 可突然他的身后泛起到黑雾 魔僧的身影渐渐显现 正当少年准备询问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魔僧的脸色骤变 仅仅只是扫视了一下少年手中的人皮古书 他便被吓得冷汗直冒浑身颤抖 见此情形 少年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连魔僧都畏惧这本书的存在 看来的确得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不过很快他就收起了这份激动 因为他派魔僧和古灿出去把风 如今魔僧却回来找他 那说明肯定有人来了 他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些碍事的家伙 此刻要堂赖 二公子派来的杀手已经埋伏在树上 发现本应贴身保护主人的古灿却在门外把风 杀手知道三公子肯定在隐瞒什么 于是趁着少年睡着的时候溜进了房间 正当他想查验一下三公子是否真的失去武功时 一眼发现竟然是真的 杀手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 若是将他拿给二少爷 那庄主之位非二少爷莫属了 可这时少年的身影已经悄然出现在他身后 一只手狠狠抓向他的头颅 猛然砸向桌面 一下 两下 三下 少年露出了阴冷的表情 你来我的卧室有何贵蛋 难道也是来睡觉的吗 杀手瞬间大惊 自己竟被一个小子给算计了 可不等他说些什么 少年手上的动作越发猛烈 随即杀手便失去了意识 而当杀手再次睁开双眼 已经被倒掉在了防养下 只见少年邪魅一笑 撒冰冷的匕首狠狠扎入地盘 我们是不是该好好谈谈了 少年第一次以血仰灵 召唤出的竟是传说中的鬼灵 而当鬼灵显露真身的时候 其本体却是身着红衣的美艳女子 可少年却毫不犹豫 将召唤他的眉睫一口吞下 因为他深知当魔术被完全吞噬的时候 这个有着最强鬼神之称的鬼灵将沦为他的奴隶 就在少年制服杀手之后 听见动静的鼓灿连忙推开房门 发现躺在地上的男人 他一眼辨认出了这人是二公子的心腹赵一场 二公子向来爱惜人才 他奉劝少年最好不要乱来 可少年却不以为然 自顾自地驮着赵一场转身离开 而当赵一场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倒挂在房梁上面 可面对少年那犀利的目光 他仍是大言不惭的出言威胁 声称自己是二少爷的人 倘若让他知道你这样对待 那二少爷必定会让你吃不了多之作 对此少年只是微微一笑 随即从口袋掏出一柄匕首 看来二哥真的很珍惜自己的部下 已都沦落到这种地步 还能仗着他的威风如此猖狂 说着还不忘帮他解开绳子 赵一场闻言还以为对方怂了 可没想到下一秒 少年的手上赫然多出了一根手指 只见少年脸上露出一抹阴冷 询问赵一场这是谁的手指 赵一场一脸惊恐却又一脸疑惑 这明明是他的手指 可他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一丝痛楚 而这都是因为少年早已对他使用了麻醉伞 中招者在两个时辰之内身体都不会有任何感觉 听到这里赵一场顿时慌了 好了 从现在起 我每问一句 你若不回答 那么每一秒我便切下你一根手指 首先 二哥派你过来的目的是什么 此时赵一场早已被吓得失了神 根本来不及反应 也就在这犹豫的片刻 他的手指犹如切菜般被一刀刀斩下 瞬间赵一场的手指便所剩无几 正当少年准备砍下最后一根大拇指的时候 赵一场终于从恐惧当中反应了过来 急忙解释自己是来探查他是否真的失去武功的 听到这里少年陷入了沉思 他推测看来是刚护卫投靠了二哥 随即再次提问 是刚护卫说的吗 赵一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看着眼前这个心思缜密的少年 赵一场也没想到 仅凭寥寥寥术语 他便洞悉了刚护卫的背叛 不禁开始怀疑这是否一开始就是他们的寂寞 然而此时他已经顾步的想那么多 因为他从少年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杀意 他拼命呼喊恳求放了他 并且扬言誓死效忠三公子 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三公子做任何事情 而就在这时少年一改刚才那阴狠的表情 露出了一副和善的笑容 刚好我也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你现在可以帮我吗 赵一场听到这话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连忙感谢少年的不杀之恩 只要是三公子的命令 我一定办到 话音刚落 只见一柄匕首静直穿过了他的脖子 与此同时少年应狠地看向眼前的男人 口中只是冷冷一句 那就借你的血来用一下吧 而少年之所以如此 为的就是解除封印在魔术上面的佛珠 在此之前他从那本阴阳家古迹中了解到 正气之物能够封印邪碎 也就是说冤死之人的血或许能解开封印 于是他将赵一场的血全部滴到了魔术之上 仅仅片刻 书上的佛珠便开始寸寸碎裂 正当少年思索这本书里究竟封印着怎样的存在的时候 盒子里的鲜血开始剧烈翻诱 然后不断向周围扩散 与此同时 魔术上方出现了一个由无数血气凝聚而成的坚语 而就在里面的东西破茧而出的时候 整个空间被汪洋血海笼罩 只见一条鲜鲜玉腿一步踏出 一位身着红衣的曼妙女子朝着少年静止走来 那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根本不是陆灵能够达到的 根据阴阳家古迹中记载 鬼灵还有第五个等级 清灵 此刻少年也不知道自己这算是走运还算是倒霉 而就在这时女子口中传来一声跪下 一股莫名的威压席卷而来 少年的身体硬生生被压在地面无法动他 愚蠢的人类 把你的灵魂交出来献给本座吧 作为死了百年以上的冤魂 清灵这种鬼灵至少需要数十人才能将其制服 这一刻少年缓缓起身 他终于亲身体会到了书中为何会做此描绘 果然是非常危险的存在 看到眼前的少年竟然还有余力起身 女子也没轻挑 不禁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 少年并没有放弃抵抗的意思 甚至还调侃对方只不过是个没有身体的鬼灵 什么都做不到 既然你那么想要得到我的身体 那就用武力来抢吧 然而话音刚落 只见红衣女子只是轻轻抬手 地面上瞬间激发出一股鲜血 形成尖锐的利刃 直接戳穿了少年的腹部 深深地留下了一个大洞 少年就此轰然倒地 然而红衣女子并未停下手上的洞作 第二根血刺及时而出 无情地将少年的半张面孔摧毁殆尽 少年口度鲜血 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然而他始终没有屈服 看到这一幕女子心中也感到无比震惊 明明是如此脆弱的人类 歪歪献上自己的灵魂不就好了吗 然而眼前的少年仍然坚韧地挺立着 这小子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他再次挥手 将少年狠狠地甩上屋顶的横梁之上 凡人 我给你的提议 只要你愿意献出灵魂 我便实现你一个心愿 面对红衣女子的提议少年疑惑了 对方明明占据绝对优势 为何还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红衣女子则解释称 若是继续战斗下去 恐怕会伤害到少年的灵魂 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 如若你选择拒绝 那么我会毫不留情地将你斩杀 届是我在寻找其他合适的灵魂替代 文婷此言少年表示他确实有一个心愿 这使得红衣女子立刻兴奋不已 迫不及待地追问是有人背叛 还是有人杀了你心爱的家人 无论对方是谁 本作都可以让对方灰飞烟灭 然而少年却轻蔑一笑 我的愿望就是闭上你的嘴 然后乖乖成为我的侍神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红衣女子 当即便决定让这个愚蠢的家伙 品尝一下鸽股削肉的滋味 只见红衣女子再次挥手 无数血色尖刺如同剑矢般朝少年社区 瞬间将她的身躯撕裂成碎片 与此同时少年的灵魂 仿佛陷入了无尽的血海之中 她身体不断地下沉 越来越深 可周围的血海却让她感觉 与以往的血液气息不同 曾经那些鲜活的血液充满活力 有着热气和温度 是生命的气息 而如今她所接触到的 唯有死亡的冰冷 这一刻她猛然睁眼 幻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她打 无数裂缝骤然浮现 结界瞬间破碎 一道恐怖的冲击波 将红衣女子也震飞出去 少年就这样毫发无损地走出了幻境 红衣女子满脸的难以置信 实在无法接受眼前 这个少年竟能轻易破解她的幻术 可她仍不死心 她再次挥手 一只血色蝴蝶晃化而出 朝着少年缓缓飞去 而当血色蝴蝶接近少年之时 她的脸上也被划开了一道血痕 然而少年甚至连眼皮都未曾眨一下 依旧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 此时红衣女子再次震惊故意 她的幻术即便是一流的方式 也未必能够破解 而眼前这个少年却如此轻易地做到 难道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吗 就在这时少年却突然放声大笑 引得红衣女子咬牙切齿 纵使你成功破除了幻境 你以为就能改变当前的局面吗 少年冷冷回应道 她只不过是想起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 听到这里的时候 红衣女子明显有些慌了 而当看到那本封印她的人体魔术 她知道对方已经知道了她的弱点 没错 越古老的灵体通常越需要一个可以容身的眉间 而这本书恰恰就是她的眉间 而就在这时 只见少年张开大口开始疯狂撕咬书皮 与此同时一道道血痕从女子身上浮现 她有些瞠目结舌 力量开始肆意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这家伙竟然将书皮撕破 要知道这本书充满了妖气 就连一流方式都无法将其破坏 只能勉强将其封印 如今却被这个小鬼撕破了 红衣女子发疯一样扑向少年 死死扼住少年的驳梗 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尽快结束这个少年的生命 但少年的口中依然咀嚼着书皮 还疑惑地询问女子为何不直接夺走人皮补书 然而 其实她早已洞悉真相 红衣女子根本无法触碰到这本诡异的书籍 红衣女子气得咬牙切齿 威胁少年立刻将书吐出来 然而少年却毫不犹豫地将其吞入腹中 与此同时她体内血气开始肆意翻涌 身体犹如第一次吃下毒草食一样 仿佛就要四分五裂 不过此刻少年却感受到眼前这个鬼灵内心深处的愤怒 这种愤怒远超肉体所承受的痛苦 就像她一样 渴望向某个人复仇 那是一种仇恨的怒骨 此时红衣女子口中不断咒骂少年简直是个疯的 双手更是紧紧掐住少年的喉咙 少年当场口喷鲜血 就在此时两人目光相接的一刹那 红衣女子的记忆如同洪水猛兽般涌入少年的脑海 下一秒少年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 她的周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身负重伤的红衣女子正在苦苦支撑 只见她撕扯下身上的衣物 将双手和长剑紧紧缠绕在一起 渐渐指指宝座之上的那个男人 尽管少年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 但她能清楚地感受到红衣女子心中滔天的怒火 宝座上的男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红衣女子 这使得红衣女子更加愤怒 她拼尽全力地朝这个男人冲去 就在两人激战的一瞬间 仅仅一个回合 男人的手掌便穿透了红衣女子的胸膛 甚至直接将她的心脏挖了出来 红衣女子就这样无力地倒在了楼梯之下 眼神中写满了无尽的绝望 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人影挥舞着武器 一刀刀地刺入她的身体 少年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 红衣女子最后连一具完整的身躯都未能留下 就这样她被制成了这本诡异的人皮魔术 与此同时少年从记忆中猛然醒来 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胸口不知何时 竟多出了一根红线 并且与红衣女子紧紧相连 只听蛙的一声 泪水如同绝地的江水从女子的眼眶中蹲涌而出 她竟然成为了少年的世神 一本人皮制成的魔术 就连修罗恶鬼都要感到无比畏惧 可少年却毫不犹豫将其吞下 因为只有她知道 当魔术完全被吞噬殆尽的时候 里面封印的鬼灵将彻底沦为她的奴隶 然而这却让红衣女子心头猛地惊计 口中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呼 她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真的成了这个小鬼的世神 愤怒瞬间吞噬了她的理智 气急败坏下一把掐住了少年的脖子 命令对方立马解开与自己的契约 可下一秒 她的脖子上赫然浮现出一道深深的掐痕 一股突如其来的窒息瞬间席卷全身 她又气又脑可却无可奈何 最后只能愤然转身 躲到一旁独自生闷气 而这一幕放到少年眼中 立马让她恍然大悟 原来世神会和主人共享痛 这不禁让她想到了魔僧 之前自己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现在她又怎样了 此刻无碍 魔僧正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 之前发生的一切全都映射到了她的身上 然而没有得到少年的命 她只能默默地忍受痛 与此同时红印女子也渐渐恢复了平静 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 眼看对方并不想理睬自己 少年于是率先开口询问 既然我们以后都要在一起了 那是不是应该互通一下姓名呢 我叫沐晶云 你呢 然而红印女子仍是一副冷落冰霜的样子 少年只好使出最后的绝招 那好吧 既然这样那以后我就叫你红色金龟子好了 红印女子又慌又怒 大骂少年是不是疯了 小子 你竟然戏耍本尊 少年听到这话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按到自己的计谋起作用了 于是调侃起了对方 看来你好像是不乐意啊 红印女子被少年这番操作整个哑口无言 然而一向高傲的她仍是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 你们这群蝼蚁没有资格知道本作的性命 少年不禁哑然失笑 最后只好随口给红印女子起了个名字 根据鬼灵的等级 她现在是清灵 那以后我便叫你清儿吧 红印女子冷哼一声 再次转过头去 少年无奈轻叹一口气 没想到这女人的自尊心竟然这么强 可自己又无法凭借无力打败她 还真是麻烦 她来只能慢慢火 天课后 少年将注意力放到了那本人品魔书上 清儿 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红印女子依旧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挥挥手示意她很忙 不要跟她说话 少年无奈之下 只能自己翻阅里面的内容 只见里面全是用写写成的符文 虽然杂乱无章 但却让少年感到很有意思 她一本正经的样子 也引起了红印女子的注目 本以为对方只是随便看她 谁知下一秒 少年净准却无误地读出了上面的皱纹 而当皱纹被读出的一刹那 一股诡异的力量不断涌入少年的身体 那只握住魔术的手 竟然和人皮粘在了一起 红印女子大惊 她不敢相信少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会指字数 少年不明所以 就在她感到疑惑的时候 一股黑气骤然浮现 开始不断侵蚀她的身体 红印女子大胆不妙连忙惊呼 小鬼赶紧并住呼吸 放空大脑 什么都不要想 少年听从只是病气凝神 渐渐的 那诡异的黑气逐渐稳定了下来 与此同时扑通一声 粘在手上的魔术也掉落在了地上 红印女子大为震撼 如此轻松就解开了扭曲的这字数 一个不会武功的家伙居然有这种能力 这一刻她破天荒地露出了一亩笑容 生前她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幕 没想到死后还能有幸目睹 这个少年果然是个奇才 这边少年摆脱危险后一屁股瘫坐在地面 她不明白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你的术士失去了控制 过程中呼吸出现了问题 听到女子的解释 少年还不忘调侃一句 你现在终于肯和我认真说话了 女人慌忙解释 她只是怕对方乱来连累到自己 所以这字数到底是什么 那是一种能够通过体内能量产生吸力的方法 少年却更加疑惑了 为什么我会感到肚子疼痛血管紧胞 这都是因为你没有正确使用者字数 体内产生了逆流 气息因此变得紊乱不堪 说完这些 红印女子便指挥少年将赵一场的尸体摆好 也按照刚才的方法 再在这人的身上重复一遍 只见少年口念咒语 手掌上再次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吸力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她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气息 正顺着血管向她的丹田凝聚 看样子你已经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 这就是这字数 她可以吸取万物 即使是内力也不例外 少年对此颇为震惊 这难道就是古灿所说的内力吗 内力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锻炼出来的 如果以这种方法 那她岂不是可以通过吸收他人的内力快速变强 正当她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无敌的时候 刚才吸收的内力却突然间消散开来 原来内力的修炼需要搭配特殊的土脉脂肪 这样丹田才能将其牢牢抓住 由于这样凝聚的内力有一种特殊性 她不容易和别人的内力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 想要通过这字数凝聚内力显然是行不通的 少年倍感失望 然而女子却劝她不必沮丧 这字数有这个用途就足够了 毕竟这仅仅是破撕八世的基础 即便只是学会了其中的一招 也能感受到其中无穷无尽的奥娘 虽然你吸收的内力会立即消散 但你仍可以通过运气口诀将其凝聚到手掌 这话听到少年耳中却让她障碍和上摸不着头脑 原来运气口诀只是为了引导脑海中产生星象幻想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将内力凝聚到手掌 红衣女子认为少年根本无法做到 因为对于新手来说 没有运气口诀 纵使天赋异禀也无济于事 然而 达莲总是出乎意料的快 没有任何征兆 刚刚散去的内力此刻却缓缓向少年手掌凝聚 只见一拳轰出 那粗大的梁柱竟轻而易举蛇为了两端 这一幕彻底震惊了红衣女子 她生前见过无数题材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出色的孩子 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菜鸟 竟然在没有口诀的情况下施展出了破斯一世 此刻少年沉浸在那一拳的威力当中 怪不得大家都想要学习武功 只要学会了这个 杀人就更加容易了 这话却让女子再次感到无比惊讶 这小子不仅仅是厉害那么简单 甚至还看破了武功的本质 那就是如何有效的杀死对手 而就在这时 少年迫不及待的再次询问起了破斯巴士的第二世是什么 女子正想回答 突然却想到了什么 随后一脸傲娇的转过头去 差点又被你骗了 本作绝不会帮你的 刚才稍微忍住就说漏嘴 现在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些老东西一直喊着要收徒弟 看见女子再次摆出了一副挨打布里的样子 少年不免感到有些失望 原本打算询问一下自己手上的那股黑气是怎么回事 但眼下这情形 想必现在问了她也不会回答我 倒不如自己慢慢探索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石夫人的护卫胡英来到了鬼影阁 然而刚踏入房间 眼前便出现了一堆圣人的木雕 这不免让她有些背景发凉 就在她准备说话之际 旁边的烛台毫无征兆地自行燃烧起来 周围的一切无视无刻透露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她赶紧将方式秒性被三公子杀死的事情说出 并且表示对方如果愿意接下杀死三公子的委托 大夫人将会额外增加四百两作为报酬 可当她把话说完 周围仍旧一片死寂 只有竹台此刻无风自灭 看来是成了 胡英立刻转身告辞离开 明明房间里空无一人 但她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紧紧地盯着自己 这种感觉让她感到毛骨悚然 在胡英离开之后 刚才空无一人的房间 此刻却赫然多出了几道身影 他们手持法杖头戴面纱 全都围在秒性的尸体旁边 根据胡英的描述 他们很快便确认了三公子应该是动用了鬼灵 而且还是皇陵级别的冤魂 但他们又感到疑惑 冤魂是不可能成为弑神的 也就是说这个人会相当危险 随即阁主轻声一句 你们之中的一人 即刻动身前往杀了这个三公子 所有人听此想要得到的绝世秘籍 少年却毫不犹豫将其扔入火中 因为只有当他完全被销毁的时候 妄想得到他的人才会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此刻燃剑山庄内 少年一起床便吩咐古灿拿来了一个火盆 正当古灿好奇他想要干什么的时候 少年从怀中掏出了两本武功秘籍 竟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绝世心法 一脸猛逼的古灿瞬间震惊不已 然而下一秒 少年毫不犹豫将其撕成粉碎 地板扔进了火盆 古灿还没来得及清醒 便再次发出了一声惊呼 如此暴挺天物 简直就是个疯子 三少爷 虽然我知道你不会武功 但所有人都想要得到这本秘籍 你明明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 少年却不屑一顾 直接将一本新的秘籍甩到他的脸上 正因如此我才要烧了他 真正的功法已经全都保存到了这里 所以现在只有我才能利用他 听到这里古灿恍然大悟 可少年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更为震惊 在太阳升起之前 务必将这本秘籍送到 师夫人和二公子的手上 古灿既惊讶又疑惑 他不知道少年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想得到他吗 恰巧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所以如果能和家人们一起分享 你不觉得这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此刻看着少年脸上那阴森的表情 古灿完全无法想象 眼前之人的城府到底有多深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刚护卫一起床便开始整理房间 然后将今天需要完成的事情 仔细检查了一遍 这是他在当杀手时就养成的习惯 严格按照计划好的方式生活 不过很快他就不需要这样 因为只要他能成功帮助二公子 坐上庄主之位 他就能成为燃剑山庄的长老 想到美好的生活正在向他招手 心情就变得无比舒畅 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此时下人前来通知 二少爷找他有事 片刻后慕文平的房间内 刚护卫头破血流愣愣地站在那里 原来赵一场的失踪 让慕文平气急淡坏 他将一切都归咎到了刚护卫的身上 刚护卫一时间也不明所以 但他仍信誓旦旦保证 自己绝对没有欺骗二公子 可二公子此时早已对他已经失去了信任 拿起桌上的燕台 便砸向刚护卫的脑 以刚护卫的身手 他本可以躲开 但他并没有 因为如果此时继续武溺二公子 那他一煮的计划就泡汤了 他付出了那么多艰辛 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 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强忍头上的疼痛 以自己的右臂启示 请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 看到刚护卫一副不像说谎的样子 慕文平沉思了片刻 很好 那就证明给我看 如果你能在两个时辰内找到赵一场 我就相信你 但如果你没有做到 你将失去的不是手臂 而是你的生命 片刻后刚护卫愤愤愤地离开了房间 此刻他思绪飞转 自从那个假货出现后 所有的一切都偏离了他的记忆 虽然是那家伙的可能性很低 但如果他耍了什么诡计 自己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想到这里他头也不回地 朝着少年的房间走去 可没走出多远 竟迎头碰上了谷灿 看到谷灿全然一副 没精打采的样子 刚护卫气急败坏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我不是告诉你一刻 都不要把眼睛从那小子身上一开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谷灿本就心里有鬼 被一顿怒斥瞬间便露了气 可嘴上还想狡辩 就在这时 刚护卫突然发现 谷灿怀中的那本秘籍 谷灿顿感不妙想要阻止 可一切为时已晚 当看到封面写的名字 就连刚护卫也露出了 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段时间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一刻愤怒彻底占据了整个身体 随之而来的就是 惨目人睹的血腥场面 不久后刚护卫拖着谷灿 走向少年的房间 他一把踹开房门 将谷灿整个身体扔了进去 然而看到地上奄奄一息的男人 少年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恭候多时了 刚护卫 道年以血仰灵召唤出了传说中的鬼灵 而当鬼灵与之签订契约的那一刻 他竟学会了传说中的武林第一魔宫 谈指尖就能将人的内力全部炸干 此刻刚护卫愤怒地踹开了少年的房间 二话不说就将骨灿整个扔了进去 少年却像是早有预料一般 只是微微一笑 恭候多时了 刚护卫 那泰然自若的样子 让甘护卫不禁大声咆哮了起来 他一把掐住少年的脖子 质问少年到底对二公子的护卫做了什么 可少年却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 你觉得一个连武功都没有的人 能对他做些什么呢 甘护卫知道少年说的确实如此 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毕竟眼前的少年毫不犹豫 就将真正的三公子杀了 如此深的心机又怎么会乖乖听话 这一刻他才猛然惊起 一定是这个家伙杀了赵一场 想到这里甘护卫直接掏出了匕首 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让他活在世上 而这边看到甘护卫掏出了武器 少年却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随着一道剑芒划过 鲜血四剑 然而少年并没有死去 甘护卫并不甘心就这样结束 整整三年 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为了进入燃剑山庄 我花光了所有积蓄 每天还要做着各种杂活 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 可如今却都被你给毁了 所以我必须杀了你 不然我也会死在这里 说到这里甘护卫却从怀里掏出了那本心法 不过现在你还有一次机会 告诉我剩下的秘籍在哪 或许我还会饶你一命 眼看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少年冷冷一笑 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眼看软得不行 甘护卫再次将匕首对准了少年的脖子 威胁对方如果不将秘籍交出来 那他就一刀一刀割下少年的血肉 我相信到时你一定会乖乖把秘籍交出来的 少年只能轻叹一口气 好吧 我现在就给你 听到这话甘护卫顿时就兴奋了起来 伸出手就像少年索要秘籍 可下一秒 少年却将自己的手放到了甘护卫的手上 现在我已经给你了 秘籍都系在了我的脑子里 甘护卫瞬间大怒 就在他想要好好教训一下对方的时候 少年却直接握紧了甘护卫的手掌 一股诡异的力量涌现 甘护卫的内力开始沿着手掌 不断向少年的身上汇聚 我还在考虑这一招要用在谁的身上 没想到你竟然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甘护卫文言大惊 他想要抽回手掌 可任凭他怎么用力都收不回来 惊慌失措之下 他举起匕首就朝着少年刺去 幸好少年及时闪避 这才躲开了致命的一击 不过两人的手也在这个时候喷开了 随后甘护卫一脚将少年踹飞了出去 但此刻他的手也已经失去了知觉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做到的 但他深知只要稍微晚上片刻 自己的小命恐怕就难保 这一刻甘护卫杀心肆意 他没有了任何犹豫 举起匕首就准备将少年彻底抹杀 感受到对方那滔天的杀意 少年知道仅凭刚才的手段 想要和一流高手对抗还远远不够 于是他果断召唤出了魔僧 随着一声令下 甘护卫的手以一个诡异的姿势停在半空 正当他诧异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少年一把接过掉落的匕首 狠狠地扎进了甘护卫的身体 误如其来的变故让甘护卫连连后退 好在被刺的地方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现在的他已经开始后悔 将这样的祸害带回这里了 但幸好自己还留了一手 你应该没有忘记毒丹吧 如果继续打下去 我和你只能两败俱伤 不如我给你解药 你放我离开怎么样 此刻甘护卫想着只要低个头 后面再找机会杀了对方也不迟 然而话音刚怒 甘护卫却口徒鲜血跪倒在地上 他陷入了一波 明明这点伤害根本无法伤及他的性命 为什么如今却伤得这么深 突然他恍然大悟 是毒药 你究竟是什么时候下的毒 你的匕首沾了我的鲜血 我从小就吃了很多毒草 所以我的血液就是剧毒 至于你给我吃的毒丹 对于我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物 此话一处甘护卫犹如晴天霹雳 这一刻他终于体会到了死亡的恐惧 刚才还嚣张无比的 他立刻就不自觉的颤抖了起来 可他还不想死 求求你 饶我一命 我愿意当你的狗 永远效忠你 然而少年依旧神情冷漠 虽然你的态度让我很满意 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这么做的话 或许我们还能成为不错的独伴 说吧少年狠狠以用力 刚护卫胸口的匕首彻底没入了身体 像他这种随时都会灯换主人的狗 又怎么可能会忠心 所以少年绝对不会让对方留在自己的身边 渐渐的 刚护卫在无尽的懊恼与不甘中失去了意识 做完这一切 少年起身伸了伸懒腰 虽然花了点心思 但能这么快将这个心腹大患解决 少年也觉得自己很走运 随后他将目光看到了一旁的骨灿身上 刚护卫并不知道密集的事情 看来这家伙的嘴巴还挺严 对于这个家伙少年也越来越满意了 想到这里他一把叫醒了还在装死的骨灿 快点给我起来 打架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你在那偷偷挪动身体了 骨灿略显尴尬 原来这里的一切都在少年的掌控之中 片刻后少年让骨灿清退周围的人 而他则独自留下来处理刚护卫的尸体 他再次将手放到了刚护卫的身体上 和之前一样 一股温暖的能量不断涌入他的体内 但这一次他并不是想要吸取刚护卫的内力 他其实是想要确定另外一件事情 随着刚护卫的内力被吸收殆尽 一股浓郁的黑气瞬间爆炸 这正是人死亡之后散发出的死气 和内力不同 这股冰冷的气息在进入少年的丹田后并没有散去 这种感觉让少年犹如回到了镰刀鬼的时候 而这一幕全都被清零看在了眼里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旁边这个秃驴 为什么会听从少年的时候 他简直比修罗恶鬼都还要恐怖 道年的魔功或将迎来突破 按照正常的运功方式 只要沿着经脉调息就能将真气凝聚到丹田 可少年却偏要逆其道而行 反方向运转功法 这可把清零高兴坏了 因为这将是他施主复仇的最佳机会 此刻二公子的房间内 作为穆恩平的首席护卫 陈阳认为刚护卫应该不敢说话 可二公子却不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即使刚护卫说了话 也应该是那种不会马上被识破的 爬到自己头上来 所以对付这种人 需要让对方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因此在真相查清楚之前 二公子需要表现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 只有这样刚护卫才会 卑躬屈膝跪倒在他的面前 文听此言 对于二公子的御人之术陈阳申表佩服 像刚护卫这种忠诚度低的人 确实需要一点点考验 然而就在这时 护卫寒生突然前来禀报 刚护卫试图想要杀死三公子 而且三公子在外堂接受调查时说 指使他的人就是穆恩平少女 就凭三公子对他的诬陷 穆恩平就被气得火冒三丈 他大声质问刚护卫去哪里了 然而却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刚护卫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穆恩平顿感不妙 他拿起武器就准备找三公子对峙 众人见状连忙上前阻止 如果现在对三公子出手 无疑就是证实了他的说法 穆恩平气急败坏 那难道我就这么坐以待毙 要让那混蛋嘲笑我吗 突然 陈阳想到了一个办法 或许我们可以联系那个地方的人 如果三公子所说为实 那么让他们出手 应该会比预料中更加简单 毕竟刚护卫所属的那个组织 据说在暗杀方面非常自信 根据他们的铁律 是绝对不会容忍刺杀失败的 即使是退出组织的杀手也没有例外 所以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稍后我就去联系他们 听完陈阳的建议 穆恩平这才一改刚才的愤怒 画面一转 此时的少年正按照秘籍的方法修炼内力 然而不管他怎么尝试 当真气运转到丹田附近时 就会莫名其妙的散掉 于是他叫来了穀菜 想要问问对方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穀菜在听完少年的疑惑后 却是一脸尴尬 昨天还连武功都不会的家伙 一个晚上就想感受到真气 这个家伙怕不是疯了吧 此刻他真想对着少年一顿痛骂 可想想对方毕竟是个孩子 不懂装懂也属正常 况且如果真的这样做 后面肯定会被揍一顿 无奈只能表示让他来测试一下 我把真气输送到你的体内 帮您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随后两人盘膝而坐 随着功法开始运转 少年的身上同时凝聚出一股股真气 这让穀菜感到无比震惊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可以运转真气 而且从真气流转的情况来看 少年的穴道竟然没有丝毫堵塞 这种情况哪怕是内功高手 每天推功过鞋也难以做到 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是矿武器材 随着穀菜的真气进一步 往少年的丹田运转 一股冰冷到毛骨悚然的能量骤然出现 下一秒竟硬生生弹开了穀菜的双手 而少年凝聚的真气 也不出意外的全部消散 见穀菜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少年让他不必隐瞒实话实说 其实对于内股诡异的能量 穀菜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 少年确实无法在丹田上凝聚内力 少年感到一丝沮丧 难道自己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 这时穀菜却继续说道 细细想想 您丹田上的内股能量 似乎不像是正常运气产生 反而有种完全相反的感觉 此话一出穀菜马上就后悔了 连忙解释这不过是他的推测 让少年千万不要当真 可少年听后却陷入了沉思 或许你说得很对 我应该逆转方向来运几条戏 文言 古灿大惊 要知道逆行运气是很容易走火入魔 他想要大声劝嘴 可这时一道血雾却将他牢牢困住 只见清灵的身影犹如鬼魅般出现 他叙了一声让古灿安静 对于世神来说 如果对契约者下手 他们就会遭到反噬 但如果契约者自行身亡 世神就能因此得到解放 这一刻他已经期待很久了 等你变为灵魂之后 我一定会亲手把你撕成粉碎 与此同时山庄某处 大夫人见到了鬼影阁派来的方式 可对于此人大夫人却感到很不放心 秒性这么厉害的人都被杀了 鬼影阁竟然只派了一个人来 而且从声音上听来还是个年轻的女子 除此之外 这秒性的尸体怎么又带了回来 对此来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原来他是秒性的尸体 名为朔 而这尸体则是用来寻找杀害他的凶手 只见方式朔缓缓开口 在找到杀害我师弟的凶手前 我还需要确认一件事 是否要帮您除掉三公子 文言 大夫人先是一阵惊讶 随后却又欣然一笑 你的做事风格倒是令我很满意 在得到大夫人的确认之后 只见方式朔手掐印绝口面咒语 下一秒秒性的尸体竟诡异般的张开了大嘴 与此同时方式朔再次打出几道手艺 然后举起桃木匕首 很肯扎进了秒性的尸体 只见一股股诡异的能量浮现 秒性的身体上拢起一颗颗恶心的肉球 紧接着化为一只只触手 沿着气窍钻出 最后形成一只巨手朝着少年的方向远去 此刻 身在房间中的少年并未感觉到危险已经降临 然而清灵却率先察觉到了异样 可就在他反应过来的同时 那一只只巨手已经抓向少年的头颅 少年第一次修炼神功却反其道而行 沿着经脉逆行调息 将所有人避之不及的死气吸入体内 这可把清灵吓了一跳 要知道活人吸收死气将必死无疑 可少年不仅没事 反而还魔攻大场 然而就在刚刚 少年还处在冰死的边缘 随着无数鬼手朝着少年的头颅抓去 幸好魔僧率先做出了反应 他一个闪身便挡在了鬼手身前 可单凭他一个小小的皇陵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随意一击便被拍飞了出去 清灵在看到这一幕后也顿感无妙 而这边方式说的施法仍在持续 手上的陶木匕首一起一路 疯狂地扎在秒性的身体上 每扎一下 其痛苦就会毫无保留地通过鬼手传到触控者身上 这一幕看在大夫人眼中却让他兴奋无比 没错 就这样 让那个小鬼尝尝什么叫做痛苦的滋味 然而这个想法最后还是没能如愿 因为此时清灵也出手 他不急不还吐出一口清烟 只是轻轻抬手 那满地鲜血便化为了无数利刃 将所有鬼手禁术斩断 他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如此大胆 竟敢破坏他的计划 只见他眼神一明 瞬间便洞悉了背后的一行人 随即他大手一挥 一声寂灭传出 一道恐怖的能量顺着鬼手传到方士兽的身上 瞬间连同秒性的尸体一起震飞了出去 方士兽口吐鲜血冷汗直冒 竟然能通过鬼手逆向施法 对方的等级恐怕远远不止皇陵级别 他轻叹一声 大夫人 看来我们的交易需要调整一下 听到方士兽想要临时改变交易条件 在场所有人都疑惑了 刚才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 如果想要我用生命来作为赌注 那这次任务的报酬必须提高到一千两 文言 大夫人眉头紧皱 难道那个家伙已经变得这么危险了 一般来说等级到达了皇陵这种级别 就可能对人类造成生命威胁 而你们口中的那个家伙 他的鬼灵等级可远不止于此 但凡有一点点失误就会万劫不复 不过你们请放心 虽然大部分方士都无法对付这种级别的鬼灵 但我不一样 就像鬼怪之间有等级之分 方士之间也有 而我的等级比秒性高出了两个级点 说罢只见方士说神情一致 抬手摘下斗篷 一张清秀的面孔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夫人震惊不已 在得知对方竟然还是鬼影阁三大术法大师之一 原本怀疑的态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方士说大步朝着门外抖去 透过灯光 他的身上竟晃化出了一只诡异的黑影 我向你们保证 接下来三公子绝对不会安然无恙 画面一转 刚才发生的一切让青龄很生气 如果少年在逆行运气的过程中死亡 就无法被认定为是自杀身亡 那他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就没了 所以他必须保护少年不受任何打扰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此时少年的身上泛起了一股股黑气 心灵大惊失色 他不敢相信一个活人竟然能够吸收死亡之气 眼前这个小鬼每天都在刷新他的认知 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惊人的天赋的确让他越来越感兴趣 此刻 少年看着手上那团团黑气 轻笑一声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 只要通过这种方法 真气就不会散掉 只可惜这种黑气还是太少 没办法在丹田处凝聚出内力 然而 这话却让清灵感到一阵无语 正当少年疑惑 为什么清灵会这样看着自己的时候 发现整个房间变得乱七八糟 此时的魔僧遍体鳞伤坐在一旁 而古菜也在地上倒垢就睡 难道是因为年轻真好 清灵一脸尴尬 正想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这时魔僧却神情严肃起来 下一秒就凑到少年面前偷偷告情状 你这吃里爬外的秃驴 明明刚才也有你的份 清灵傲娇的扭过头 你这小鬼 我救了你 你竟然连句感谢都没有 少年正想开口 然而下一秒 诡异的一幕发生 只见一团团黑影沿着房门涌进房间 你这家伙还真是吸引了不少令人讨厌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疯子 会选这么恶心的东西来操纵 听到清灵的话 与少年蹲下身子准备查看 然而眼前的一幕也让他感到一顿恶心 一场专门针对少年的杀局 没想到随着一股诡异降临 却意外造就了一个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天魔 随着一团团黑影涌入房间 少年亦被眼前此景惊地愣在原地 那团黑影竟是由无数毒物构成的昆虫大军 据古时传闻 世间有鬼怪围惑人间 他们被统称为痴魅王俩 而其中有一凶兽名曰囚鱼 还长着鸟的外形和蛇的尾巴 能够通过召唤昆虫袭击人类 所过之处寸草不声恶表遍地 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凶物 然而此刻这一凶物却成了方世硕的世神 对于方世硕来说 其实秒性的死活他并不在意 他只是觉得一个熟悉面拱就这般被杀 让他感觉很不爽 所以三公子慕晶云必须死 只见方世硕一声令下 囚鱼张开翅膀朝着少年的房间飞去 与此同时昆虫大军张牙舞爪开始发动进攻 然而此刻的骨灿仍在床上呼呼大睡 直至少年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这才将他从美梦中惊醒过来 然而等他刚爬起身 手上就传来阵阵巨痛 仅片刻功夫 他的手掌就被那些毒虫咬出一个个窟窿 少年让他赶紧运转真气保护自身 可即便如此 少年也深知这不过只是拖延些许时间罢了 毕竟如此多毒虫 若不想办法处理 迟早会被他们吞噬 就在这时身旁的清灵却开始幸灾乐祸起来 那事不关己的样子让少年气不打一出来 我们不是共生关系吗 难道你不应该帮帮我吗 可清灵听后仍是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要是你将灵魂献给我 或许我会答应帮你 很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一起等死吧 说完他再次拿起枕头与毒虫激站起来 随着形势愈发危急 清灵终于缓缓开口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 要是你真的到了濒临死亡之际 就算你输了 届时你要主动献出你的灵魂 反之 如果你能凭借自身力量化解危机 那往后我就会全心全意辅佐你 此话一出 少年瞬间露出了阴谋得逞的表情 交易达成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说吧只见少年神情瞬间严肃起来 武护卫 帮我找些能够燃烧的东西来 我要在这里生个火 古参大惊 在此处点火无异于自掘坟墓 少年究竟想要干什么 但想想此时也没有其他办法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灯笼 但虫群早已将他们重重包围 想要把灯笼拿过来弹劾容易 可就在这时只见少年轻轻抬手 一股犀利涌入他的手掌 只听啪的一声 灯笼就这样飞到了他的手上 这一幕把骨灿吓得不轻 和此时已没有时间过多解释了 少年迅速点燃一块布条 他要用这种方法找出幕后黑手 其实在一开始少年就洞悉了一切 如此多毒虫 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施展法术 一般而言普通人是很难接触到方式的 但大夫人却是个例外 也就是说 在大夫人的身边必定有一个术法大事 而他之所以要制造一场大火 为的就是引出那个幕后黑手 然而就在布条刚刚点燃的时候 一团黑雾突然出现 瞬间就将火苗扑灭 与此同时 闻外一道身影缓缓走 真是愚蠢 这点小伎俩也想难过 只见方式朔若无其事地穿过虫群 他的右眼泛起一道白光 这正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 能够看到另一个世界 一个油气组成的世界 此刻在他眼中 少年被一股红色的真气团团包裹 墙壁被方式朔一掌轰飞 见幕后黑手终于出现 少年冷冷一笑 下一秒魔僧的身影 悄然出现在方式朔的头顶 然而方式朔卷面不改色 只是轻吐一句 定 一只巨手凭空出现 魔僧就这样轻而易举 被压制在地面上 不管你们做什么 都是无用的 眼看形势越发不妙 武灿掏出一枚飞镖想借机偷袭 可此时方式朔早有准备 只见一道雷浮之初 武灿手上的飞镖 还未来得及抛出 就被打飞了出去 少年一把接过掉落的飞镖 正想还击 可这时球鱼的翅膀猛的一扇 无数虫子就朝着少年疯狂扑去 本就没学过武功的 他一下就被拍飞了出去 然而方式朔并没有就此停手的意思 无数毒虫犹如龙卷风 将少年死死缠绕 可就在这时 一股诡异的黑气悄然升起 少年只是朝自己挥出了一剑 却让冷练冰霜的少女跪地囚牢 只因他展现出了 活人无法拥有的能力 将一切死去据为己用 化身魔神 此刻魔僧被触手压制在地面 根本无法动弹 整个局面轻松就被方式朔控制了 这不禁让他以为自己判断失误了 难道对方的鬼灵不是绿灵级别 他轻轻抚摸着球鱼的羽毛 夸赞他干得漂亮 可就在他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一股诡异的黑气 从少年的身上涌起 感觉到着不同寻常的气息 方式朔愣住 红石少年的身影 犹如鬼魅般重新站了起来 纷纷坠落向地面 可即使如此少年也丝毫没有停下的椅子 他举起匕首再次动穿了自己的手掌 然后让鲜血顺着头顶洒满了全身 看到这诡异的场景 就连身经百战的方式朔也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此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而就在他愣神的片刻 少年疯狂地朝着方式朔的方向冲去 我的血液是致命的毒药 所以他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虫剂 说把少年手上的匕首狠狠刺向方式朔的身体 幸好方式朔及时反应过来 这才显而又显得躲开了一击 此刻他深知毒虫已经无法伤害到眼前的少年 所以他只能依靠酋鱼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 随即方式朔再次手掐硬绝口面咒语 天地无极 乾坤剑法 一股庞大的能量在他手心凝聚 可少年又怎会等他将法术施展完成 或斯巴士第一式 只见一股恐怖的吸力涌向少年的手掌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酋鱼就这样被吸到了少年的手掌上 现此一幕方式朔大惊 虽然他不知道少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但此时的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酋鱼是他最后的医仗 绝对不能落入他人的手上 他停下一切动作朝着少年扑去 然而还是为时已晚 只见少年手掌稍稍用力 方式朔就感受到了酋鱼身上传回的痛苦 而令他更为震惊的是 此刻酋鱼身上的死气正在被少年肆无忌惮地吸收 这一场景已经完全超脱了方式朔的想象 哪怕是鬼影阁最资深的长老 也没有见过活人在吸收死气后能活下来 然而眼前的少年不仅吸收了 甚至还将其化为了自己的力量 而这边少年也没有想到 他本来只是想抓住酋鱼用来控制那些毒种 可现在这只鸟却给了他意外之喜 那磅礴的死气比他杀死千万人获得的还要多 若是将其全部吸收 自己一定能在丹田成功凝聚出内力 此时方式朔似乎也猜到了少年的想法 他颤抖着双手恳求少年停下来 再这样下去酋鱼就会死掉了 然而少年只是鬼魅一笑 与此同时燃剑山庄某处 大夫人焦急地等待着方式朔的消息 虽然对于这次的委托他信心满满 但这毕竟是关燃剑山庄的秘籍 在解决完木晶云之后 他必须确保他们不会落入其他人的手上 而就在这时方式朔的身影也终于出现了 这一刻大夫人差点笑出了声 看来他成功了 想到马上就能让儿子坐上庄主之位 大夫人心里已经笑开了花 甚至已经想好了未来万人之上的场景 可就在这时方式朔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木晶云少爷的命令 此话一出 嗡的一声 大夫人的脑海瞬间一片空白 原来就在刚才 少年以囚鱼的性命作为威胁 要求方式朔当众指控大夫人 因为他知道 即使现在打败了方式朔 鬼影阁还会继续派人前来 所以他要通过这种方法 让大夫人和鬼影阁成为敌人 方式朔知道这种做法 这无异于让他成为了鬼影阁的叛徒 可他却别无办法 一想到少年那犹如恶魔般的声音 他就气得牙痒痒 本来实力不够 随即他继续大喊道 大夫人 您说木晶云少爷被鬼怪附身了 让我们驱除鬼异 并且驱走他的性命 但经过我的确认 木晶云少爷并没有被什么东西附身 所以请大夫人收回对鬼影阁的委托 瞬间方式朔的声音传遍了整座山庄 原本安静的山庄一下就喧闹了起来 一听到大夫人想要三公子的命 纷纷点亮灯光起身查看 甚至还有声音传出 要抓住这个歹毒的大夫人 而就在这世外堂的侍卫也闻声打 这一刻大夫人彻底的慌了 来了来了 少年再次以超凡的智慧拧压重 不管是道法高深的方式说 还是阴险狡诈的大夫人 此刻无不败倒在他的脚下瑟瑟发抖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想的那般顺利 然建山庄又一大人物正式登场 当方式朔再次回到少年的房间 此刻然建山庄已经彻底闹了起来 少年抓着囚鱼的脖子微微一笑 事情办妥了 如你所愿 大夫人已经被当成犯人抓了起来 而且鬼影阁与大夫人之间也成了敌对关系 说到这里方式朔就气得牙牙 现在的他为了完成少年的要求 已经彻底背叛了鬼影阁 可能他的余生都将遭到鬼影阁的追杀 他伸手向少年索要求鱼 然而少年却鬼魅一笑 在此之前我还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片刻后房间内 方式朔一脸疑惑 你想知道关于鬼怪的事情 是的 包括我身边的魔僧 以及那些可以控制他们的人 尤其是你们鬼影阁 然而听到少年的疑问 方式朔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虽然正如他所想 少年并没有被恶灵附身 但同时他怎么也无法理解 少年究竟是如何将一个恶灵变成了世神的 而且不仅仅只有一个 眼看方式朔半天没有动静 少年的手掌稍稍用力 方式朔这才吓得连忙回答 原来鬼怪是两类不同的存在 分为鬼和怪 少年驱使的是鬼灵 而方式朔控制的是怪物 其中怪物共有六个等级 灾兽 凶兽 异兽 灵兽 圣兽和神兽 但哪怕是最低级的灾兽 都可能给人们造成不小的灾难 并且随着他们的等级提高 危险程度也越发恐怖 至于鬼影阁 其中能够控制怪物的人也只有三个 故长老作为鬼影阁的大长老 他控制的怪物是名为古雕的凶手 虽然不知道他的能力是什么 但据说他的存在就是巨大的灾难 而第二位则是鬼影阁的阁主 虽然没人知道他控制的怪物是什么 但其等级一定非常的高 少年不禁好奇 难道他控制的是圣兽或者神兽 方式朔否定了他的疑问 因为哪怕是圣兽也只是传说中极少数的存在 更别说是成为人类的侍神了 因此阁主的侍神最有可能的是异兽或者能兽 说完方式朔从怀中掏出一本《山海经》 关于怪物的介绍在这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者 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仔细翻看 结果这本书 少年随意翻看了几眼就如过之宝 即使像囚鱼这种最低级的怪物 蕴含的能量就如此庞大 少年不禁开始期待遇到更高级的怪物 随后少年将囚鱼扔回给方式朔 看着怀中奄奄一息的心肝宝贝 方式朔气得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可嘴上还要被逼着不停的道歉 这一幕就连古灿都觉得少年太不要脸了 片刻后 看着方式朔愤然离去的背影 少年心中大悦 如今大夫人再也无法对他造成威胁 而且他从囚鱼的身上吸收了巨大的能量 已经足够他在丹田处凝聚出内力 也就是说今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学习武功 可就在这时骨灿却疑惑 难道真的就这样放他离开吗 现在你们积怨一身 想必未来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对此少年却并不在意 既然我答应放他离开 就一定做到 况且以后他也不可能对我造成威胁了 不久后然见山庄外 看着怀中冰死的囚鱼 方式朔发誓 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报仇的 然而下一秒 一股距离袭来 将他的身体震得连连到腿 随之而来的是发指本能的颤抖 因为他感觉到了一股濒临死亡的恐惧 如此的可怕与邪恶 同时他的右眼不断渗出血迹 一双手掌在他脑后悄然出现 下一秒他的右眼硬生生爆裂开来 星红的月光笼罩了周围的一切 只见清零犹如鬼魅般出现在方式朔的身前 即使没有了眼睛 你看起来还是这么的可爱 此刻方式朔早已被那诡异的气息麻木了全身 与此同时诡异的一幕发生 他眼角的鲜血并没有向下滴落 而是汇聚凝结 然后疯狂涌入他的嘴巴 画面一转 此刻燃剑山庄外堂内 大夫人极力解释他是被冤枉 我怎么可能伤害三公子 一定是他和那个方式联合起来陷害我 可很快他的话就被人打断 这人正是燃剑山庄外堂堂主上官博 和内堂堂主不同 上官博对庄主忠心耿耿 所以除了庄主之外 他在家臣之间是最具影响力的 因此大夫人无法将其收买 他询问大夫人 听说你之前和三公子起了冲突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夫人狡辩因为对方违抗了命令 只是过去询问了一番 可这些话听到上官博耳中 他又怎么可能会相信 难道不是因为你打算杀了庄主吗 大夫人大惊 他本想解释些什么 可看到上官博那阴沉的脸色红 马上又安静了下来 上官博冷冷开口 对于想要杀死三公子这件事 我绝不会置之不理 所以希望你能好好配合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不论是谁 每个人都将接受宫廷的调查 带大夫人走后 上官博思考起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可他怎么也想不通 三公子明明既没有武功 又没有强大的联姻对象 可不管是二公子还是大夫人 都把他视为了眼中钉 难道这家伙身上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命运 现在细细想来 在外堂接受调查这段时间 穆金云看起来的确和平时不太一样 起初上官博以为他是被吓到了 所以这才暂时出现了异常举动 可到现在为止 穆金云的表现 总让他有种说不出来的奇怪 看来这个三公子还得我亲自出马 赵年以死气为瘾 凝聚出了连鬼神都要畏惧的内力 这可把清灵高兴坏了 没想到这家伙不仅长得好看 而且还这么有趣 让几千年芳心未开的 他不由的蠢蠢欲动 原来在清灵处理完方式说之后 他透过墙壁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房间 魔僧连忙恭敬地握拳迎接 可此时清灵却一脸闷闷不愣 不过在看到集中经历运气调息的 木金云后 他又感到十分意外 没想到这个家伙不仅能够控制球鱼 还能吸收对方身上的死气 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似乎正在将吸收的死气凝聚为内力 要知道这种死气 要比死亡之人散发出的还要能力 别说是人类 就算是鬼灵吸收了也会遭到反噬 可少年看起来却安然无恙 清灵嘟闹着嘴僵脸凑到少年的跟前 仔细端向起了他的脸庞 长得又白又嫩 可以说完全符合美少年的标准 那俊秀的外表一时间竟让清灵看得有些入神 可就在这时少年突然睁开了双眼 你在做什么 顿时把清灵吓了一跳 可很快他又反应了过来 如果现在回答他是在欣赏少年那俊美的容颜 一定会很丢脸 所以他立刻拉开距离把头转到了一边 嘴上则开始转移话题 少年愣愣地看着清灵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哈哈一笑 看到他这表情没想到清灵竟然老脸一火 他轻眉上条 连忙让少年不要废话赶紧运起调戏 这一刻清灵也很后悔 为什么自己要跟这个小屁孩打斗 都怪那个该死的丫头不争气 而就在这时少年缓缓开口 他需要清灵帮他确认自己是不是凝聚出了内力 清灵却不知可否撇嘴一笑 想在一日之内就凝聚出内力 这怎么可能 那我肚脐下面的这个小疙瘩又是什么 一听这话清灵顿时皱起了眉头 他不可置信地望着木金鱼 虽说囚鱼的死气可以帮助少年凝聚内力 但这么快就凝聚成功 这让清灵实在无法接受 看来他得亲自确认一下 说罢他将手伸向了少年的丹田 然而当他的手掌触碰到少年身体的那一刻 一股距离袭来 静硬生生地将他的手掌弹开 这种情况清灵还是第一次遇见 他很好奇 连忙叫来魔僧一起尝试 可无论他们用尽各种方法 手掌始终无法进入少年的身体 随即他看向一旁呼呼大睡的骨灿 然后把手伸进了他的肚子 没有丝毫阻碍 然而这一举动却把骨灿疼得睁大了双眼 不过下一秒他又哆哆嗦嗦两眼一白再次晕了不去 果然工具人的命运就是可怜 原来刚才清灵也忘了 人的甘甜从形成内力的那一刻开始 身体内部就会极其敏感 所以稍微触碰就可能会造成强烈的痛感 不过对于骨灿会不会晕过去他并不在乎 他装模作样地表示问题肯定不在自己的身上 但其实心中却暗自怀疑 难道是因为我成了世神的缘故吗 少年再次询问清灵 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认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房门就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外堂堂主上官博深夜前来拜托 少年也很好奇 自从上次外堂审问见过一面之后 他便记住了这个人 上官博作为侍奉了两代庄主的家臣 少年深知他在燃剑山庄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此刻看到盘坐在床上的木精云 上官博的表情显得有些暗淡 可下一秒他却双膝下跪低头道歉 都是属下的疏忽 这才导致了三少爷遭受袭击 可少年听完却摇头表示 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并不介意 所以你无需自责 只见上官博微笑地拍着少年的肩膀 三少爷能够这样想我 我真的很感激 随后上官博左顾右盼 询问少年上次送他的那把匕首怎么没有看到 自从庄主病倒后 我便给每位少爷送了一把武器防身 难道您把他弄丢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 木精云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但他还是找了个理由 说把他放在了壁橱的抽屉 听到这话上官博哈哈大笑起来 可这时少年却脸色一变 随即询问上官博 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收到过那把匕首了 然而话音刚落 上官博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那是因为我并没有给你们送过这个东西 说把他一拳轰向少年的身体 幸好少年及时反应 一个闪身显而又显地躲开了这一击 然而下一秒 上官博以迅雷不及言而之事急之点出 同时他的口中大声质问 你究竟是谁 真正的三少爷到底在哪 少年好奇对方是怎么看出他不是真正的木精云的 首先 三公子看到有人向他臣服时会表现得很兴奋 其次 由于他经常被四少爷做 所以只要有人向他伸手 他就会下意识地躲避 可刚才你的表情不仅毫无波澜 而且没有丝毫畏惧 现在的你已经被我定住了浑身穴位 所以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然而听完上官博的话 少年却诡异一笑 下一秒原本应该被定住的身体竟动了起来 上官博大惊 他不知道少年究竟是怎么做到 可此刻已经为时已晚 只听一声清零从少年口中传出 一只诡异的手掌静止穿透了上官博的身体 差那间 上官博只感觉一种奇怪的东西 紧紧抓着自己的心脏 瞬间就被吓得愣在原地不敢挪动半分 同时他的内力在手掌的挤压下不断向外扩散 看到这一幕少年这才确定 自己凝聚出的内力果然和别人的不一样 想到这里少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随即他再次倾土一具魔僧 这一刻上官博再也无法保持阵地 虽然他不知道眼前的少年究竟在和谁说话 但他却感受到了来自地狱死亡般的恐惧 因为此刻他的身体早已被无数只触手牢牢捆住 少年与外堂堂主上官博的对应 在魔僧现身的那一刻终于落下帷幕 自然建山庄又少了一位可以威胁到少年的存在 这可把少年高兴坏了 接下来的时间他终于可以专心修炼神功 可绝世功法的修炼又怎会一帆风顺呢 次日清晨 古灿刚从昏迷中醒来 第一时间就被少年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在前往房间的路上 古灿看到外堂的侍卫一脸严肃地站在少年的门口 这不禁让古灿感到十分奇怪 难道说昨天那件事之后 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 可还没等他从疑惑中反应过来 在推开房门的那一刻 却被眼前的一幕张大了嘴巴 外堂堂主上官博此刻正恭恭敬敬地站在少年面前 而在他离开的时候 竟还对自己恭敬地点了点头 古灿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不明白 昨晚之后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而这时少年终于开口 他若无其事地让古灿过来吃早餐 可这却把古灿吓得不轻 没想到少年此刻竟然如此淡定 正当古灿准备询问究竟怎么回事的时候 少年却率先开口 你能教我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吗 一听这话 古灿刚加到嘴边的食物都被吓得掉下来 原来就在刚才 少年根据燃剑山庄心法秘籍中的描述开始修炼武功 可他发现这些动作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连贯起来 直到从清灵口中这才得知 他所练的这些动作主要是为了让修炼者提高水平 而所谓的武功秘籍就是在基础功法的基础上 将基础动作进行延伸演化 从而让舞者达到更高深的水平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懂基础功法 无论怎么练都不可能理解其中含义 所以像少年这种对武功一窍不通的麻瓜来说 想要在燃剑法上有所造语 就必须先修炼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 然而听完少年这番话 古灿却激动地站了起来 也就是说您也想成为燃剑山庄的庄主吗 显然他会错了少年的意 我只不过是想修炼一种绝世武功 就像燃剑山庄的心法秘籍一样 听到这里古灿方才恍然大悟 可最后他还是拒绝了少年的情趣 因为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 他最多也就在远处看不良你 所以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 像燃剑山庄这种名门望族 哪怕是基础功法也只允许家族成员修炼 闻听此言少年将筷子放在饭碗上 他抚摸着下巴沉声思考起来 原以为燃剑山庄的舞者应该都知道基础功法 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节目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那么知道基本功法除了卧病在庄的庄主之外 也就只剩下其他三位公子了 可其他公子又怎么可能告诉您基本功法呢 况且一旦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就连您的身份可能也会暴露 既然这样 那就没办法了 说罢少年果断起身 并且让古灿跟他走 可在得知少年准备去找能教他基础功法的人时 古灿赶忙出言阻止 可无论他说什么 少年仍是头也不回地朝着屋外走去 直到跟着少年来到了目的地 古灿再次被少年那大胆地决定愣在了原地 因为此刻少年要找人 正是两年前将他揍得半死的四公子穆有天 看到四公子那一身发达的剑子 古灿已经被吓的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当初穆金云被揍食的场景 此刻仍是历历在目 难道您忘了那天我跟您说的吗 四公子对三公子的怨恨已经到了难以化解的地 况且四公子仅仅才16岁 他的武功造诣便达到了登峰的境界 正如他所言 身旁的清灵也出言提醒 他也感受到了四公子身上远超凡人的力量 能在16岁便凝聚出如此精纯的洋气和生命力 称其为绝世天才也不为谷 若是我还活着 那我一定会让他成为我的徒弟 说完清灵让少年务必要小心 毕竟在白天他也无法施展出全部的势力 对此少年却毫不在意 他鬼魅一笑 若无其事地朝着四公子走去 而这边突然看到穆金云出现在自己面前 穆有天先是一愣 但下一秒脸色骤变 如果你不想再次背走 那就赶紧给我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穆有天的脸上却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只见少年从怀中掏出了燃剑山庄的爵士秘籍 然后笑眯眯地询问 你想要这个吗 说完便毫不保留地扔给了穆有天 看到这一幕穆有天瞪大了眼睛 起初他对秘籍的真假还表示怀疑 但接过秘籍仔细观看之后 惊讶地发现其中的内容果然包含了许多深奥的原因 这的确是燃剑山庄的心法秘籍 可很快穆有天又发现 秘籍之中竟然少了几页 他询问少年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少年不急不患 轻轻点了点脑袋 他们已经全部记在了我的脑海中 此刻穆有天根本不知道少年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他知道庄主是不可能将秘籍传授给穆金云的 于是再次开口询问 你究竟是怎么得到他的 对此少年并没有回答 他依旧面不改色 然而这幅表情彻底激怒了穆有天 他大声咆哮了 如果你是想来我的面前 炫耀下一任庄主非你莫属的话 那趁我还没将你揍扁之前 立刻给我滚开 说完他愤怒地将秘籍甩到少年的身上 可少年仍是轻描淡写地捡起秘籍 看来你应该误会了什么 我只不过是来和你作笔交易 对于庄主的位置我并不感兴趣 听到这话慕有天笑了 他毫不客气一拳轰在了少年的脸上 这种话他怎么可能相信 眼前这家伙分明是在策划着什么阴谋 如果你是因为记不清两年前发生的事情 那我不介意重新让你想起来 燃剑山庄视如水火的两兄弟 在这一刻即将冰释前行 原来为了得到燃剑山庄基础功法的口诀 少年竟然主动将爵士功法献给了 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弟弟 可面对这个向来看不起自己的胳膊 慕有天直接一拳砸了过去 只听喷的一声 巨大的力量让他的身体瞬间倒飞出去 鲜血顺着鼻子哗啦一下流了下来 然而这时少年却笑了起来 果然不一样 除了那个拿着黑色常见的家伙 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刻的感受到高手之间的差距 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骨灿说慕有天就是个怪物 面对这样的对手少年非常清楚 眼前之人根本不是他光凭运气就能打败的 不过这却让他越发期待起来 若是他学习了武功 是不是也可以变得如此强大 他抹去嘴角的血字微微一笑 你的拳头的确很硬 看到慕晶云重新站了起来 口中还不忘嘲讽自己 慕有天的脸上写满了惊讶 他再次向少年发出警告 如果你还想尝尝拳头的味道 我不介意让你重新体验一遍 但这时少年却吃笑一声 我知道你现在还是怀疑我 不 这不是怀疑 而是确信 因为我不会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 说吧慕有天再次握紧了拳头 既然事情已经变成这样 那他就应该像两年前一样 再狠狠给这个家伙一次叫去 然而就在他准备挥动拳头的时候 少年却笑着说道 是吗 那就没办法了 那我只能将密集交给大夫人或者二哥了 一听这话慕有天脸色骤变 他大声怒斥你尽敢威胁我 然而少年依旧不为所动 相不相信是你的自由 但如果你这么选择的话 等到我将密集给他们之后 我依旧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可你却不一定 听到这句话慕有天愣住 因为他深知这句话的含义 在燃剑山庄如果庄主去世了 家臣们肯定会推举熟知密集的人成为新的庄主 届时不论是大夫人还是二公子 都不可能轻易放过他 这一刻慕有天看着少年那毫不畏惧的眼神 身体竟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你真的是慕金云吗 听到从慕有天嘴里说出这句话 身后的骨灿瞬间大惊 该不会是少年的身份被发现了吧 然而此时少年依旧面不改自我 他扑斥一笑指示着慕有天 那你觉得我是谁 说的好像你很了解我一样 听到这话慕有天的眼神一致 我当然了解你 你就是个两年前被我打得像狗一样的人 一个因为害怕甚至连看我一眼都会逃跑的懦夫 你说的没错 但除了这件事以及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们 你对我还了解些什么 包括我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以及为什么我愿意放弃庄主的位置 这些你一无所知 听到这话慕有天不由的疑愣 眼前这个哥哥在两年间发生的变化 让他感到无比惊讶 然而面对少年那理智气壮的声音 他还是大声咆哮的 你有什么资格反问我 你们这群混蛋都嫌我出身低微 都无视我疏远我 没有一个人承认过我 可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反而不与那些自认为高贵的人交易 听到这句话少年却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是因为你是他们中最好的 瞬间慕有天陷入了沉默 他不可置信地凝视着少年的眼睛 由于他出身低微 从小就饱受折磨 他的童年一直在孤独中度 而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可 他每天都努力修炼武功 可在今天 他竟亲耳听到了别人对他的认可 而且还是那个他认为最不可能这样做人 这一刻慕有天彻底呆住 他原以为慕金云会因为两年前的事情 对他怀恨在心 现在却当面承认了他 难道这意味着他也需要改变吗 慕有天收起戒心直挺挺的说道 很好 那就说说看你想要得到什么 片刻后 回房间的路上 武灿向少年投去了五体投地的目光 不得不说在计谋这方面 少年做的确实非常出色 之前他还在担心 向慕有天提出学习基础工法的要求 会引起他的怀疑 没想到少年竟然如此自然地 让对方答应了下来 原来就在刚才 少年向慕有天提出了三个要求 首先第一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事 如果以后你当上了庄主 你绝对不可以对我动手 至于第二件事 你必须给予我足够的资金支持 慕有天神情严肃 他向少年保证 只要对方不先惹自己 他绝对不会对少年出手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少年轻描淡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也就是让慕有天教他燃剑山庄的基础工法 我不其然 听到这个要求 慕有天没有丝毫怀疑就答应了下来 甚至还嘲笑少年竟然连这个都忘记 而这正是少年的计划 从他们刚见面那一刻开始 少年就不断地将慕有天的注意力 引导到前两个要求上 而在得到慕有天的信任之后 他提出教他基础工法的要求 便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就这样慕有天将基础工法的口诀告诉了少年 少年则将内缺失的几页密集口述给了慕有天 想到刚才发生的这一切 古灿再次向少年投去了钦佩的目光 只是让他感到可惜的是 慕有天就这样轻易得到了密集 对此少年却并不在乎 因为他篡改了密集的内容 每十三或者十四个字中就有一个字被他修改 起初他还担心会被发现 但没想到进展却格外顺 听到这些话古灿瞬间冷汗直冒 难怪他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慕有天密集的内容 难道您就不怕他练了错误的功法 真气紊乱走火入魔吗 少年只是冷声一句 那又怎样 这一刻古灿只感觉背脊一阵发凉 这家伙根本不关心慕有天会不会出事 简直就是个真正的魔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由于方世硕的背叛 鬼影格与时事的关系彻底破裂 为了查明真相 阁主下令一定要把方世硕找回来 然而即使出动了阁中所有弟子 却始终没有发现方世硕的踪迹 最后为了挽回组织的声誉 不得不由大长老亲自出马 此刻某处偏僻的密林内 随着古大师手中的浮露完全燃尽 他看向地面那片烟红陷入了沉思 方世硕作为鬼影格最厉害的三位术法大师之一 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才能将他如此残忍的杀害 想到这里他当即开始手掐硬绝 口中倾土几句咒语 周围瞬间狂风四起 下一秒古大师的眼中闪过一道鸿芒 方世硕之前所经历的一切 犹如走马灯不断映入古大师的眼中 可还没等他完全消化完这些星星 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冰冷突然降临 这一刻他感受到了方世硕临死前那深入骨髓的恐惧 他的身体犹如陷入了无间炼狱 瞬间让他惊醒了过来 就这样他愣在原地久久没有缓过神来 好一会之后他长叹一口气 没想到那东西竟然已经能触及到精神领域 之前的他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随即他瞟了一眼天空喃喃自语道 翅膀响应了几百 可奇怪的是 那影子里的雕头上却长着一对奇特的脚 画面一转 此刻燃剑山庄内 少年根据慕有天提供的基础功法开始修炼燃木化星爵 他的每个动作都连环贯通没有丝毫至此 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学习武功的菜鸟 就连一旁的清灵都看得愣愣出神 通常来说 普通人第一次学习武功都要从基础动作开始 经过常年累月的练习将每个动作相互贯通 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武功招式 然而少年却直接跳过了这最重要的眼 由于他那惊人的记忆和领悟能力 他根本不需要单独练习每个动作 对于他来说 剩下要做的就只有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肌肉 因此在看到少年这惊人的习武天赋后 清灵也感到万分苦恼 本以为这小子会缠着他指导一番 没想到现在却压根没他什么事 这种挫败感着实让他非常难受 这一幕恰恰落到了少年眼中 正当他好奇清灵这是在歪歪什么的时候 武灿刚好一脸猛逼的出现 你来的正是时候 这里有件事需要你去帮我办一下 不久后 古灿看着手上那奇怪的标记陷入了沉思 这个符号非常简单 但他之前从来没有看过 可少年却让他委托一家情报机构 打探一下相关的信息 于是他来到了这家兰花楼 如果按照级别来分的话 这里只能勉强列入最低级的情报行列 但没办法 谁叫这里是附近唯一的一家情报机构吗 所以对于能否得到有用的情报 古灿不抱任何希望 想到自己这苦逼的一生 现在全然变成了一个跑腿 古灿长叹一口气 不过对此他却不是特别在意 毕竟他的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目标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抛弃 因此成为了杀手 但由于缺乏天赋 很快就被退出了组织 而当初跟着师兄刚护卫的原因 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同时退出组织的 他深知刚护卫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 一直把他当成工具来用 虽然现在也一样 但他却很享受这种随波逐流的感觉 最起码他感觉现在自己还活着 而唯一让他感到焦虑的是 少年那天花乱坠的想法 永远都猜不透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就在古灿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子 揽着一名女子走了进来 他正是兰花楼的楼主郭鲁柱 只见他红光满面醉醺醺醺的询问古灿 他是我们这里新来的孩子 你觉得他怎么样 古灿感到非常生气 虽然那名女子的确美得让人眼花缭乱 但现在根本不是想那个的时候 然而此时郭的心思丝毫没有放在工作上 他依旧盯着女子那曼妙的身姿挪不开眼 古灿力声警告道 这次的委托非常重要 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看到古灿竟然如此生气 郭鲁柱这才依依不舍地让他先行出去 可就在女子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还试图对女子的屁股动手动脚 这一幕彻底惹怒了古灿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发火 只听啪的一声 女子一巴掌扇在郭鲁柱的脸上 只见女子口中喃喃几句 呸 我再也受不了了 说把他摘下头上的假发 此刻古灿两人都还在猛逼当中 然而下一秒 女子一个诡异的身法抓住郭鲁柱的头颅 只听咔嚓一声传出 郭鲁柱的身体犹如断了弦的木偶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古灿被这一幕吓得慌忙想要拔出短剑 可女子却趁机一脚踹飞了桌子 同时几个目次凭空出现在她的手中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直接插入了古灿的穴位 这时女子退去伪装露出了一张清秀的面目 你太让我失望了 菜鸟杀手86号 一听这个声音古灿彻底不淡定 口中哆哆嗦嗦地吐出一句 夫 夫人 凌刃非真作为非沙门门主的象征 如今却落在了一个清楼女子的手上 这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非沙克作为非沙门上一代门主 虽然已经60岁 年龄比门下所有的杀手都大 但她的实力却无可匹敌 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中原第一杀手的位置 然而 她的独门暗器却掌握在这个女子的手 古灿感到非常惊讶 不过很快她就猜到了这个女子的真实身份 非沙克有一个孙女 她的名字是夏彩琳 作为非沙克唯一的亲缘 她把一切都倾注在了夏彩琳的身上 对于这一点所有人都可以理解 但问题在于 夏彩琳的性格有很大的问题 非沙门的所有杀手都认为 门主不会把自己的位置留给她唯一的孙女 因为夏彩琳根本不适合当杀手 想要成为一名杀手 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得拥有沉着冷静的星星 但夏彩琳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完全搭不上 她是个性格暴躁的人 虽然她长得年轻漂亮 但整天都是出口成脏 除了有非常严重的洁癖外 从来都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古灿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四年前 当时她还没有退出杀手组织 非沙门的所有杀手都反对 让夏彩琳成为下一任门主 只有非沙克想要把她扶着 于是强行将她关进了非沙洞 所有人都认为夏彩琳不可能活着出来 就这样渐渐地把她给忘记 如今夏彩琳已经19岁 古灿只是看了一眼 她那足以让人心潮澎湃的身材 就知道夏彩琳发育的是真不错 再加上那种迷人的面孔 相信很多人都会被她的外表所欺骗 而就在这时夏彩琳终于向古灿伸出了手 她把插在古灿身上的灵院飞针拔了出来 粘回了她手腕的圆环上 所以你已经完成了百人斩的任务吗 原来在非沙门中 想要成为门主需要通过一项考验 那就是在百日之内杀死一百个人 看到古灿竟然质疑自己的实力 夏彩琳也不生气 只是调侃道 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吗 看到她如今的性格 古灿也不禁开始怀疑 难道她真的改过自新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许她的确可以成为门主 见古灿仍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夏彩琳瞬间投来了冰冷的目光 不要因为你退出了组织 就可以对门主不敬 在证实自己心中所想之后 古灿顿感一股不安息来 根据以往的情况 凡是退出组织的杀神 他们的结局无一例外只有死 古灿担心她是为了取自己的性命而来 顿时被吓得贵倒在地上连忙大呼参见门主 这反应让夏彩琳情不自禁就大骂了一句 怎么看都还是以前的样子 只不过这样的脏话 确实和她那张漂亮的脸蛋格格不入 可这却让古灿更加紧张了起来 夏彩琳微笑着看向古灿 让她不用紧张 她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接近燃剑山庄的大公子 听说慕英浩为人好色喜欢喝酒 因此想通过她进入燃剑山庄 不过现在看来似乎不需要了 我只要跟着你一起进去就行了 古灿顿时皱起了眉头 她不明白夏彩琳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她要和自己一起进入燃剑山庄 对于这个问题 夏彩琳用手轻轻抬起古灿的下巴 用满是杀气的声音说道 杀手29号 也就是你的师兄甘护卫 听说她的刺杀任务失败了 根据飞杀门的铁律 刺杀任务必须完成 所以我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取走燃剑山庄三公子的头颅 与此同时另外一点 少年一直在练习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 仅仅只过了三个时辰 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已经练了几年一样 看着太阳几乎快要完全落下 清灵这才上前和她搭话 你要这样练到什么时候啊 少年这才意犹未尽的从修炼中回过时代 看了看天色 确实不早了 那我们就去吃饭吧 然而此话一出 清灵好像等了很久似的 嘴角顿时露出了一米兴奋 画面一转 一个侍女正聚精会神的吃着饭 少年则拿着一本书若无其事的坐在对面 侍女将桌面的饭菜饕贴一空后 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 看着对方这个样子少年不禁好奇 真有那么开心吗 侍女拿起一壶酒意犹未尽的说道 人活着最大的乐趣 就是吃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而这个侍女正是被附身的清灵 可就在这时 只见侍女身上的青筋突然爆起 全身的血管就像是被漠染黑了一样 清灵不禁一阵咋舌 没想到这孩子连一刻钟都坚持不住 看来普通的肉体还是无法抵挡住冤魂的轻视 而在四天前 少年让清灵尝试附身在给他送饭的侍女身上 没想到结果意外让他非常满意 然而得知可以附身的清灵 为了得到一个漂亮的肉身 附身在一个侍女的身上 结果差点把那个侍女害死 慕晶云一脸无奈 他现在开始后悔让清灵这么做 其实少年并不想这么快让清灵找到肉身 因为一个时刻可以留在身边的高级鬼 对于他来说就是杀手锏 吃饱喝足的清灵看向少年 不禁疑惑 你现在怎么对道法术是感兴趣吧 此刻少年看的书正是清灵从方氏硕那得来的 一本名叫《六人祥灵术》的秘籍 见识过方氏硕使侍神的手段后 对于这些方法少年自然非常感兴趣 可就在他准备继续研读下去的时候 突然一股不祥的气息袭来 少年皱着眉头把头转了过去 看到他这种状态清灵不由的眼前一亮 看来你的直觉确实变得很敏锐了 作为一名杀手必须遵循的铁律之一 其历数的组织如果在没有接到委托的情况下 是禁止杀人的 即使是门主也不例外 因此在得知夏彩玲的目标是穆金云后 古灿强压心中的不安 他咽了咽口水询问道 门主您是接受了委托吗 没有 听到这么快的回答 古灿不由的皱起了眉头 没有接到委托就来取穆金云的头乌 难道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对于古灿的惊讶 夏彩玲似乎早有预料 我从燃剑山庄得到了一个情报 杀手29号任务失败是因为被三公子穆金云所杀 我很疑惑 一个只有三流水准的丸库公子 究竟是怎么杀死一个一流的高手 而令我更为意外的是 你竟然安然无恙 面对这样的质问古灿哑口无言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如果现在他如实交代 那他很可能会被夏彩玲 以不顾同门之情杀掉 但如果继续保持沉默 那他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悟 刹那间万分思绪涌入古灿的脑海 短暂的无语后 他终于缓缓开口 因为我已经退出组织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我现在的实力 根本对付不了穆金云 这才只能潜伏下来等待机会 听完古灿的话 夏彩玲虽然仍是表示怀疑 但他最后黑黑一笑 既然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前往燃剑山庄吧 看到他一脸兴奋的样子 古灿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无论如何他都要通知那个家伙 片刻后 古灿的房间内 他给夏彩玲拿来了一套是你的衣服 然而夏彩玲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 就把头扭了过去 这么土 我宁愿穿青楼的衣服 古灿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危急 自从碰见夏彩玲之后 对方就一直牢牢地盯着自己 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趁着对方 换衣服的时候偷偷溜出去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次机会 于是他放下衣服就转身准备离开 可这是夏彩玲却调皮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能看到我这种身材的机会可不多 说着夏彩玲还故意露出了 他那傲人的双腿 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清纯小补餐 脸蛋刷的一下就红了一大片 可正想回头看一眼的时候 耳边再次传来夏彩玲哈哈哈哈的笑声 我这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没想到你还当真了 古灿一脸无语 以夏彩玲现在这种性格 菲沙克还放心把门主的位置交给他 这前任门主还真是心大呀 最后古灿再次到了一声便转身朝门外走去 可夏彩玲的声音却再次传来 谢谢你 武大叔 多亏了你 我才能这么容易就进到这里 听到这句话古灿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这与他的意志无关 虽然很不情愿 但嘴上却还得不断地附和 相信只要有门主在 我们一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的 夏彩玲听完露出了一副欣慰的表情 我就知道只要是飞沙门的意愿 即使离开了组织 也一样是非常值得信赖 然而话音刚落 夏彩玲的眼中却闪过一道寒毛 只咕咕咕几声响起 灵愿飞针再次精准无误地刺入了古灿的穴位 古灿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夏彩玲却笑嘻嘻地把右手的圆环收起 就到此为止吧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那些愚蠢的借口吗 古灿紧紧咬住嘴唇 原来一开始他就不相信自己 一切只是为了进到燃剑山庄而已 他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难道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才会变成这样吗 夏彩玲朝着古灿冷冷地走去 你的前辈死了 可你却依旧如此低调 看来你已经投靠木精云了吧 既然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 那像你这样不可救药的蠢 也是时候去死了 说着夏彩玲把古灿腰间的短剑拔了出来 为了给自己的前辈报仇 你杀了自己侍奉的三公子 最后选择了自己 这就是你的结局 说完夏彩玲手上的短剑狠狠刺向古灿的喉咙 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啪着一声响起 一只手穿过窗户伸了进来 一股磅礴的犀利涌现 紧接着夏彩玲手上的短剑脱手而出 这隔空取物的手段瞬间惊得夏彩玲瞪大了眼睛 正当他感到万分惊讶的时候 一只脚踹开了房门 正是三公子穆金云 古灿在看到人影后眼泪滑的一下流了出来 这是他第一次觉得 原来这个魔鬼一样的家伙竟然这么帅 更新了更新了 随着房门被一脚踹开 古灿不可置信的看见少年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一刻他泪流满面 只感觉这个魔鬼一样的家伙竟然这么的帅 然而与之相比 夏彩玲却瞬间大惊失色 虽然夏彩玲的性格火爆 但他接受过中原第一杀手的严格训练 所以从一开始 他就对自己的目标进行了各种调查 不过却发现 穆金云与其他亡固公子没有什么两样 由于练武资质极低 所以穆金云的武功也不过只有三流水平 在燃剑山庄内根本得不到其他兄弟和家臣的认可 但是这样的家伙却杀死了一流高手29号 对此夏彩玲有两种猜测 真凶有可能是向他透露情报之人 也就是燃剑山庄的其他公子之一 第二 穆金云一直在隐藏实力 如果他是想要争夺燃剑山庄继承人的位置 那他就没有理由隐藏实力 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完全出乎了夏彩玲的意念 身为飞沙门门主的他 哪怕实力已经达到了顶峰 可是也做不到隔空取物 但眼前这个被称为废物的三公子却做到 他看向穆金云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 感觉到形势不妙 他猛然抓住古灿的衣领将他拉向自己 惊慌失措的古灿想要挣脱 但由于实力相差巨大 所以无论他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夏彩玲将自己的短剑抵在古灿的脖子上 威胁穆金云说道 如果不想看到你的护卫死去 你最好不要乱动 听到夏彩玲的话 古灿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他知道夏彩玲之前一定调查过穆金云 但现在的穆金云早已不是原本的三公子 所以他肯定不知道 眼前这个少年从来不会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 他彻头彻尾就是一只魔鬼 而这边少年果不其然抬起了匕首 就在古灿以为少年是要朝着夏彩玲冲来的时候 那柄匕首却狠狠扎入了地板 好了 现在放了古灿吧 听到这句话古灿彻底愣住 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恶魔少年竟然为了他放下了武器 本以为自己只是对方可以随意舍弃的棋子 想不到结果却令他感到无比意外 而这时少年的声音再次响起 如果你放了古灿我就放你离开 听到穆金云的话夏彩玲眉毛轻点 对方像施舍一样的态度让他感到好不舒服 但这却从侧面证明这家伙还是很在乎武灿的 看来你很珍惜你的护卫呢 我只是觉得失去他有点可惜了 所以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你最好马上离开 然而夏彩玲却开始变比加厉 如果你跪下来求我 或许我会答应你 此话一出场面顿时针锋相对起来 无奈少年只能轻叹一口气 随即他的身子缓缓弯下 看到这一幕不仅是补灿 就连夏彩玲也感到无比震惊 为了一个小小的护卫 他竟然真的准备下跪 快速拔起地上的泥水 一个剑步朝着夏彩玲的方向冲去 这一举动却引得夏彩玲疯狂大笑起来 我就知道你不可能为了他下跪求饶的 然而当这句话说出的时候 夏彩玲却惊讶地发现少年的视线并不在自己的身上 他微微侧目看向一旁 与此同时诡异的一幕发声 夏彩玲只感觉一股毛骨悚然袭来 就好像整个身体陷入了一片血池 无数只触手犹如地狱里的恶鬼抓向他的身体 而在他背后分明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感受到这股不祥之后夏彩玲本能的测试 竟躲开了清零的一击 而在这一瞬间 他拉着骨灿的伊灵猛然后撤 同时手上的短剑挡在身前 看到夏彩玲躲开清零攻击的样子 少年的眼中闪过一丝一样 果然不愧是绝顶高手 反应速度竟然比目有天还快 身后的清零其实早已意料到了这个阶路 毕竟绝顶高手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丝鬼灵的气息 所以只要他一靠近 夏彩玲就会本能的躲开 不过少年也不是吃素的 就在夏彩玲愣神的片刻 他快速支出匕首 准确无误的击落了夏彩玲手上的短剑 趁着夏彩玲放开骨灿的剑袭 少年快速一动身形 然后顺手拔下骨灿身上的铃刃飞针 速度之快也是夏彩玲没有想到 虽然不知道对方刚才施展了什么法术 但他已经能敏锐的察觉到那股诡异的那样 所以面对少年急迟而来的身影 他仍是丝毫不拒 毕竟在他看来 眼前之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弱 而他只需要在对方再次施展法术前将其打断 那他就能轻松干掉对方 并且除此之外 他还有最后的杀招没有使用 只见夏彩玲的身影同时快速一动 而他的手则摸向了腰间的武器 见此一幕的骨灿顿感不明 那是飞杀门最厉害的暗器极引针 虽然每次使用只能施展一次 但他却有一个独特的功能 能够禁锢目标的内力 而此刻少年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 他本打算再次施展破斯巴士第一事 将武器吸到自己手上 却愕然发现他的内力竟然使不出来了 一旁的清灵也察觉到了不妙 但他根本来不及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急影针刺向少年的心脏 就在清灵惊呼不妙的时候 一个身影却赫然挡在了少年面前 来了来了 随着骨灿用身体挡在少年的身前 急影针毫无例外地刺入了他的身体 瞬间所有人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而看到这一幕的少年彻底的怒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寒莽 口中大喝一声清灵 一道诡异的影子快速朝着夏采灵逼近 感觉到不妙之后 夏采灵迅速朝着少年的脑袋 射出了三枚飞针 对此少年却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 手掌上再次浮现出一股犀利 急迟而来的飞针硬生生刺向了他的手掌 见此一幕夏采灵瞪大了眼睛 凌认飞针竟然改变了飞行路线 然而就在他感到万分惊讶的时候 一道诡异的声音响起 他让你走的时候你就应该离开 可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夏采灵瞬间惊慌失措 他明明听到耳边传来了声音 可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与此同时一股令人作呕血腥涌现 周围的一切化为了一片血海 而在那血海之中伸出了数十只触手 将夏采灵的身体死死缠绕 面对生平第一次遇见的怪事 夏采灵彻底陷入了绝望 他想要逃离 可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看着眼前痛苦与恐惧的少女 沐晶云摇了摇头 我分明给过你机会 可你却选择了放弃 话音刚落 夏采灵的意识就在无尽的恐惧中彻底被吞噬 看到这一幕少年的脸上却毫无波澜 他缓缓走到古灿身旁 他想要说些什么 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这时古灿却缓缓开口 真可惜 以后不能再为公子做事了 对此少年疑惑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保护公子是我的侄子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而且公子为了救我 已经付出了那么多 我不能就这样背叛你 听到这话少年沉默 然而古灿却继续吃力地嘟囔着 您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 所以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说完古灿缓缓闭上了双眼 可就在这时 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 她真的死了 而说话之人正是已经死去的夏采灵 但少年知道此时的夏采灵并不是夏采灵 看来你已经完全将她吞噬 听到这话女子微微一笑 是的 年轻的身体真是好 不枉我费了一番功夫 然而话音刚落 夏采灵的身体又开始倾筋暴涨 顿时把清灵气的火冒三丈 可恶 看来这具身体也冲不了多久 不过很快清灵话空一转 她看向地上的骨灿 没想到她就这样死 不过她似乎没有什么遗憾 看来她应该不会变成冤魂了 听到这话少年却目不转睛地盯着骨灿 抽动的嘴角难难一举 根据六人祥灵术记载 冤魂以强烈的怨恨诞生 但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候 所在的地方如果充满怨气和死气 也会受其影响而诞生 听到这话清灵大惊失色 她似乎猜到了什么 而这边只见少年手上的硬诀不断变换 她身上的死气开始向周围扩散 然后通过手掌涌入骨灿的身体 渐渐的骨灿的灵魂化为一道道光芒脱离身体 最后凝聚为了一颗微弱的光球 而这时只见一条红线快速连接向那颗光球 这一幕让清灵瞪大了眼睛 她竟然用死气提取出了骨灿的灵魂 而且还和她建立了联系 不过骨灿的灵魂还是太弱 如果不快点找个容器很快就会彻底消散 可这么短时间 要去哪里找一具尸体呢 听到这话少年并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地看向清灵 看到少年这副表情 清灵察觉到接下来肯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画面一转 此时骨灿的灵魂犹如坠入了茫茫大海 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正在逐渐消散 不过她并没有抱怨 她这一生已经没有了任何遗憾 一切是时候结束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 好像就在耳边 当她猛地睁开双眼时 火不其然 她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她不明白这究竟怎么回事 为什么她还活着 见此一幕少年依旧脸色平淡 她让骨灿先冷静下来 然后缓缓解释道 为了保存你的灵魂 我将死气转移到了你的身上 所以你现在成为了我的世神 不过你的灵魂能量实在是太弱 随时可能会消散 我别无选择 听到这里骨灿仍是一头雾水 可当她开口询问 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却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条 因为这里只有一具可以用的尸体 所以我把你放进那个刺客的身体里 听到这话骨灿彻底不淡定 她看向自己那不断起伏的胸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更新了更新了 骨灿最后还是变成了女 在看到自己那不断起伏的胸部后 骨灿口中发出一声惊呼 她不断祈求少年让她变回去 这女人的身材实在是太大 对此少年却视若无睹 只是自顾自地修理着房门 如果我把你拉出来 变成了一具尸体 听到这话骨灿的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头 先不说自己变成了一个女的这件事 要是让飞沙门知道 他们的门主死在了这里 那以后就真的没有好日子过 而就在她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个悠悠的声音 你应该感谢能够得到这具身体 我想附身上去还做不到吗 听到声音骨灿扭头望去 竟然被清灵的身影吓得一声大喊 虽然骨灿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即使现在已经变成鬼灵的她 也能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和对方之间的差距 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就让她产生了置身于血海的幻觉 这一刻她不禁看向身旁的少年 难道她一直和这样的存在待在一起吗 对于这个家伙 骨灿是越来越看不透 而看到骨灿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清灵安慰她不要伤心 毕竟你现在还有身体可以用 然而骨灿却一脸生无可恋 可我是个男人啊 这可把清灵气坏了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现在怎么还用凡人的思维想问题呢 你难道不应该为自己 从二流晋升到大师感到高兴吗 话音刚落耳边就传来了少年的声音 为什么不是一事呢 说罢便一脚狠狠踢向骨灿的脑袋 没有任何思考 出于本能的反应 骨灿一个弯身便躲了过去 感受到身上那浑厚的内力 骨灿这才后知后觉 原来这就是大师及水灵的感觉 现在满意了吧 骨灿还是一脸委屈 可我始终是个男人啊 清灵听完却意味深长的一笑 这不是正好吗 等没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随便乱摸了 骨灿满脸羞红 他可是正人君子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见骨灿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 少年向他保证 以后如果有机会 一定会重新给他找过一具身体 而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只见内侍的护卫气喘吁吁 前来禀报 庄主他醒了 画面一转 然见山庄外 一个蓝色道服的男子站在不远的地方 他手掐硬绝口念咒语 没过多久 以他所站的地方为中心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不一会儿那个影子开始下降 逐渐变小 找到那家伙了吗 听到这话 古雕摇了摇头 对此古大师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连古雕都无法寻到对方 他用手向空中的某个地方指了指 然后闭上眼睛开始默念 不一会儿他眉头紧皱睁开了眼睛 刚才他通过密法探查 整个山庄仿佛笼罩着一层红色的血气 这是一种鬼欲结界 一旦有外人靠近立刻就会被捕捉 而能够做到如此程度的 至少也得是绿灵以上的鬼灵 这下可就难办了 想到这里古大师转头看向山庄门口 此时一个醉酒的青年 被两名青楼女子搀扶着回到山庄 他正是燃剑山庄的大公子慕永浩 看到来人护卫赶忙上前禀报 大公子庄主醒了 其他公子都已经被通知前往他的房间了 而不远处 古大师听到这个消息 神情一致 这正是他出手的好机会 画面一转 此时听到庄主醒来的消息 少年也不由得疑愣 但他仍是装出一副万幸的表情 真是太好了 父亲他终于醒了 但其实少年心中却捏了一把冷汗 他一直觉得竞争继承人的位置会很麻烦 所以他本打算学会基础功法后就离开这里 但没想到庄主却在这个时候醒了 这对于他而言 现在能不能离开却成了一个问题 之后护卫告诉他 庄主让所有人前往卧室集合 他有事情要宣布 少年深知 看来是没办法推迟和庄主碰面的事件 于是跟着护卫就准备前往卧室 而古灿下意识地跟在少年身后 好在少年转头对他说道 古彩玲护卫 我不是有东西要整理吗 古灿一听这个名字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尸体还没有处理 最后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 而清灵则理所当然地跟着木精云走了 在他们走了之后 古灿又苦恼了起来 他怎么都想不到 最后还得他自己来处理自己的尸体 不过很快他的脸又羞红了起来 他俯视着自己那起伏的胸膛 作为男人的时候 他从未体会过这份重量感 心情莫名变得奇妙起来 想想夏采琳那迷人的身材 他确实很美 瞬间他的心情变得有些沉重 他开始向周围来回打量 确定没人之后 他竟然开始脱起了衣服 他死了 却又活了 并且还变成了一个女人 于是他偷偷默默关上了房门 想要趁着没人的时候检查一下身体 可就在他准备脱下衣服的时候 清灵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穿过了窗户 瞬间 古灿犹如冰雕愣在了原地 但清灵只是择了择舌便再次消失 见此一幕 古灿只想挖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我不过只是想要换件方便行动的衣服 然而清灵的身影早已回到了少年身前 此时前往大堂的路上 少年意外地碰到了牧友天 和四天前相比 牧友天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沉 似乎并没有因为内力紊乱而走火路 这一点让清灵也感到有些意外 但从他那发飞的硬堂来看 这段时日应该也不好过 在看到少年的那一刻 牧友天愤怒地朝着这边走 他小声地责问少年之前有没有事 少年却故作不知 你是说秘籍吗 他明显放大了说话的声音 把牧友天吓得一个哆嗦 顿时气就消了一半 他连忙挑了一眼前面带路的示威 见没有异状后赶忙打断了少年的话 你不要那么大声 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牧京云毫不在意地回答 如果是你 你会说没有事过吗 听到这句话牧友天眯起眼睛直叮叮地看着少年 的确 他不可能不提前练习 哪怕不是为了争夺庄主的位置 只要是个武者 为了这无上武学也一定会因为好奇去修炼他的 那你为什么没事 在这四天里 牧友天每天都以充沛的精力修炼然木化兴具 但修炼的越深他的内力就越发紊乱 一开始他以为这是功法原本的作用 但直到四天后 他的肤色变成了黑色 这才感觉到有些奇怪 不禁让他怀疑起少年给的是假秘籍 但当时对方明明是根据自己的要求 用即兴的方式连续九次说出了同样的口诀 这很难让他怀疑口诀是假的 如果这家伙说的是真秘籍 那问题就一定出在自己的身上 这一刻牧友天不得不承认 自己可能是没有参透口诀的真谛 想到这里牧友天紧握双全 看着眼前这个不过只有三流的家伙 对方能够熟练掌握功法而没有副作用 那被称为天才的他也一定能做到 虽然现在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克服 这时少年也不再过多斗 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不过现在父亲已经醒了 你为何不亲自问他了 听到这句话 牧友天的嘴角微微上扬 父亲能够醒来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偏向于他 所以整个局势对他更有利 而且父亲一醒来就把大家召集起来 一定是为了确定继承人的位置 而这边看到牧友天那充满期待的样子 少年却扑斥一笑 然后一副毫无兴趣般的移开了视线 这让清灵也感到一顿无语 这家伙果然一如既往的邪恶 然而就在这时 清灵猛然一震 他抬头望向某处 露出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 少年惊讶地瞟了他一眼 好像有个虫子混进来了 不知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引起 竟敢毫无顾忌地踏足本座的领域 看来我得好好招待他一番了 闻听此言 少年瞬间就明白过来 看来鬼影阁的人已经到了 画面一转 庄主房间内 慕永浩和慕恩平已经提前到达 此刻凡是家族的血脉全都聚聚在了这里 然而看到少年和慕友天一起出现 慕恩平感到颇为疑惑 他们两个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 而此刻的慕永浩虽然用内力逼退了一些罪意 但身上仍然残留了非常重的酒味 大夫人则在一旁忙着为他擦拭 不过此时他的心中早已忐忑不安 这个老家伙一醒来就把几个儿子召集到身边 一定是为了宣布继承人的位置 这下就糟糕了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人都知道庄主最疼爱的是老四慕永天 对于自己这个只知道沉迷九色的大儿子 想要成为继承人的几率最低 所以不论选中其他任何人成为庄主的继承人 他都要把事情给搅黄 片刻后四人并排站在庄主的床前 虽然所有人都表现出了紧张的神色 但每个人心中都个怀鬼胎 此刻就连少年也感到有些惊讶 作为安徽省十大高手之一的慕人丹 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少年还感觉不出他到底有多么可怕 直到站在这里的那一刻 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绝顶高手究竟有多强 而就在这时 四人齐刷刷地向父亲恭贺了一声 只见一股磅礴的魅力从慕人丹身上爆发而出 人丹作为安徽省十大高手之一 少年之前便从刚护卫那得知 他的武功境界已经达到了巅峰 可当时的少年并没有太大感受 直到此刻站在慕人丹面前 他才真正体会到了那种境界的高手究竟有多强 但同时他又多了一个疑问 像慕人丹这么厉害的高手 又是怎么被人种下诅咒的 也就在他陷入疑惑的片刻 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慕人丹 和其他的兄弟相比 少年显得格外轻松毫无紧张感 而看到这一情景 慕人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自从慕金云的母亲死后 他就再也没敢指示过自己 慕人丹缓缓开口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过来吗 对于这个问题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始终保持着沉默不敢回答 唯独少年随口说道 难道不是为了确定继承人的事情吗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一向胆小怯懦的老三 竟然敢明目张胆地把原因说出来 纷纷瞟了一眼慕金云 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庄主的眼色 但出乎意料的是 慕人丹并没有生气 反而还欣然地承认了这一点 是的 我的确是为了确定继承人的人选 对此所有人的神经瞬间紧绷 每个人的想法都变得复杂起来 其实慕人丹也感到有些意外 他刚醒来的时候 便从那堂堂主那 听说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得知是老三将他从一个方式 手上救了下来 起初他还认为这要么是巧合 要么是老三故意设的局 但从刚才老三的表现来看 他开始慢慢相信 似乎老三真的变了 当然 少年并没有想那么多 对于庄主这个位置 他没有任何相处 之所以如此从容 只不过单纯的是想配合一下气氛而已 这时慕人丹却意味深长的一笑 当即宣布会通过测试 来决定谁有资格继承庄主之位 此话一出房间里的氛围 愈加紧张起来 慕有天的嘴角掩饰不住的上扬 如果能通过测试选出继承人 那他比任何人都有机会赢得庄主之位 慕恩平听完却与之相伴 父亲这般宣布 无疑是为了突出老四的才能 毕竟论武功的话 谁又能战胜这个16岁 就达到了巅峰的怪物 可虽然他觉得不公平 但怎么都无法无其勇气说出来 就在场面再次陷入安静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我不准备参加测试 只见少年再次语出惊人 瞬间 所有人的表情变得无比精彩 慕恩平和慕有天 又无法理解的眼神看着他 就连庄主也惊讶地询问 你为什么不准备参加测试 这是因为和哥哥弟弟相面 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所以我认为我没有资格成为继承人 听到这句话 慕恩平痴痴一笑 虽然不知道老三在打什么算盘 但如果他愿意退出 那对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坏处 而慕有天则感到有些意外 在庄主昏迷的时候 老三就明确表明过 他不想要庄主之位 虽然他不相信 但如今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出来 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 这时慕仁丹再次询问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够资格 面对庄主接二连三的问题 少年也感到很是惊讶 据他所知 庄主对老大和老三一直都非常含心 因此两人即使在测试中落选 也应该不会引起重视 如今却对自己的退出这么感兴趣 看来只能给找个理由 想到这里少年当即回答 作为燃剑山庄未来的庄主 无论是武功还是智慧 都必须要具备卓越的才能 而这两种我都不具备 所以我放弃成为庄主的资格 听完这句话慕仁丹却大笑起来 可笑着笑着他又无比犀利地看向少年 看来他真的变了 他的确不是为了庄主的位置而救我 能看到毫无才能的老三开始反思自己 并且为了燃剑山庄的繁荣放弃庄主之位 牧仁丹感到非常欣慰 以完全拥有成为继承人的资格 说着庄主缓缓退去身上的衣服 然而看到庄主那断掉的右臂之后 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而少年的脸色也为之一变 画面一转 燃剑山庄外部远处 这里是外堂侍卫的住所 可此刻房子内早已势横遍野 黑暗中两个人隐漫不经心地扫尸着周围 其中身材高大的男人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手指大的东西 上面赫然写着牧仁丹的名字 这老东西竟然从诅咒中解脱了 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听到这个问题 旁边的神秘人缓缓开口 先前我听到了古雕的叫声 那是绿乌山的方式的试试 一听这话壮汉哈哈大笑起来 我就说嘛 既然有数法大师的介入 看来一定是那人将牧仁丹从死亡中救了回来 说着转头看向地面还剩一口气的侍卫 看来我得亲自去会一会这燃剑山庄的庄主 随着一道寒芒划过 那名侍卫也步了其他人的后尘 同时屋外出现一道道人意 下一秒便朝着燃剑山庄的位置及时而去 此刻燃剑山庄内 牧仁丹看着自己的几个儿子 把木晶云救下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 几人纷纷不淡定 他们都听说了几天前发生了一场事故 但却不知道是庄主的胳膊被砍断了 这让他们不免冷汗直冒 和他们截然不同的事 此刻的少年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爷爷临死前的一幕幕再度出现在脑海里 在爷爷的身上 他看到了那个刀疤一样的标记 而在他被抓之后 也被刻下了同样的标记 这个标记他曾经不惜一切想要寻找到 而如今却出现在了木人丹的身上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为了寻找杀害爷爷的凶手 少年化身成了是杀如命的连杀骨 却在被抓之后 被人刻下了刀疤一样的印记 侥幸活下来的他 刘身一变成了燃剑山庄的三公子 然而此刻在看到 木人丹腰间那个同样的标记时 他笑了 没想到曾经他不顾一切 想要寻找到的东西 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然而就在他思考着 接下来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他却突然眉头紧张 眼睛不由自主地向门外望去 而看到这一幕的木人丹 也感到有些惊异 正想询问怎么了的时候 他的目光同样也变得无比犀利 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这一举动顿时吓坏了其他几个 而就在这时 门外隐隐约约传来了喧闹的声音 同时一个护卫推门而入 不好了 庄主 有嫡媳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大家都掩饰不住地露出了惊慌之色 此时的木有天也听到了嘈杂的声音 但他却用惊讶的目光看向木晶云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不过三流的家伙 会比父亲和自己先察觉到这一点 画面一转 无数刺客与燃剑山庄的护卫 激战在了一起 可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 他们也只能忽谱之称 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庄主 能及时赶来 但在领头男子的带领下 所过之处只有尸横遍野 此时的他不急不缓 走到燃剑山庄的大门口 一道磅礴的内力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一剑麾下 顷刻间大门便被轰卫了鸡粉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的护卫一阵大汗 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惊讶 因为此时的刺客们已经开始发起了冲锋 而另外一边 一个身影正隐藏在角落里观察着这一切 他正是之前潜入山庄的古大师 此时的他正紧张地念着咒语 这是一种隐身咒 在念咒的过程中 谁也无法发现自己 但缺点就是不能移动 必须不停地念咒 此时他凭借隐身咒 躲开了刺客们的视线 但却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他的身上早已被汗水尽头 他不断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时刻保持着警戒 因为他的古雕被用来吸引清零的注意 而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可能杀掉木精云的 这一刻的他也开始有些后悔 不过好在只要他能坚持到这些人离开 起码自己不会被抓住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人的出现让他陷入了恐惧 与周围的刺客截然不同 那人戴着头罩组着拐杖 身上散发出不同寻常的气息 在看到他的一瞬间 古大师就本能地知道 这是长期修炼方术之人的特征 而让他感到更为恐惧的是 只见神秘人手上不断打出各种军律 从手法来看 那是一种可以追踪的咒术 而能够施展这种咒术的 起码也得是大师级别以上的方式 正当古大师感到大事不妙的时候 只听一个解字从神秘人的口中传出 与他为中心的空间开始发生扭曲 古大师的隐身咒 竟被硬生生地破解开来 而下一秒 神秘人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他身前 一掌便掐住了他的脖梗 你就是那个为牧人丹解除诅咒的人吗 听到这话古大师彻底慌了 倒有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然而神秘人并不想听他做任何解释 竟敢妨碍袁沙格的行动 你就应该做好死的准备 说吧他的手掌一紧 古大师的头颅开始涌起一个个血泡 下一秒扑斥一声就当场炸裂 原来凡修行方术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得与任何世俗组织勾结或入其灰下 可直到十年前 这一规则却被一个人彻底打破 他将那些违背规则的数法大师耐入灰下 创建了一个名叫袁沙格的组织 而神秘人便是其中之一 此时领头的男子看到神秘人这边的情况 也很快猜到了他在干什么 看来那个古雕的主人已经被你解决了 那么我们得快点找到那个东西 听到这话神秘人再次掏出一张追踪符 事实后从木仁丹那里拿回我们的宝物了 燃剑山庄的存亡之战已经打响 而少年变强的契机也终于出现 此刻武器碰撞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燃剑山庄 刚才还很安静的院子已经成了战场 此时以木仁丹为首 从房间里出来的几兄弟脸上掩饰不住的露出了惊慌之色 当木仁丹看到自己的武士和身份不明的蒙面人扭打在一起 他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在这种深夜发起凸刑 还能如此迅速地突破外围防线进入到这个地方 那么来袭之人肯定不同寻常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仅靠家臣和武士是很难阻挡的 见此情形木仁丹的表情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连忙询问门口不知所措的大夫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此时的大夫人早已被吓得失了身 无奈木仁丹用不熟悉的左手拔出了长剑 他怒斥一声 是谁单单闯进我燃剑山庄 看来你们已经做好死亡的准备 看到长时间卧病在床的庄主突然出现 众武士们顿时发出了欢呼 所有人的士气瞬间高涨 只听牧仁丹大喝一声 跟我走 众武士闻言纷纷复合 牧师几兄弟也紧随其后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此时的少年只是假装跟在后面 然后趁着众人和刺客拼杀的时候 他调转身影躲到了人员稀少的地方 虽然他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但这些人的死活又与他合肝 他可没有理由一定要守护这里 现在的他只在乎一件事 就是那个刀疤一样的标记 他本想的等把事情弄清楚之后再离开 谁曾想却突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这让他不得不提前离开这里 毕竟在这种骚乱中消失一两人也不奇怪 然而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此刻一股股黑气正不断汇入他的手掌 就在他愣神的片刻 一名刺客对他发起了偷袭 不过少年只是轻轻抬手便接下了他的攻击 与此同时他的手掌快速转动 下一秒竟毫无阻碍地没入了刺客的身体 而在刺客失去生机的那一刻 一股黑气同时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这股黑气就是死亡之人的死气 随即少年闭上双眼长输一口气 很快他就感受到周围的死气正在急剧增加 看来短时间内应当死了很多人 这样的机会相当罕见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浪负 只是现在到处都有蒙面人 想要在这里吸收 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有危险 不过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 正是占据夏凯琳身体的苦惨 刚刚他在换衣服的时候遭到了一群人的突袭 解决完他们之后便急忙找到了少年 少年痴痴一笑 你来得正好 我需要你暂时保护我一下 说罢少年盘膝而坐 然后通过图纳法开始吸收周围流淌的死气 看到这一情景 古灿瞬间无语 这家伙的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想在战场上运气修炼 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但是很快他似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不是在运气 而是在吸收 古灿虽然附身在夏采林身上 但他始终是鬼灵 因此他能看到周围的死气 正从四面八方涌入少年的身体 而此刻少年感受到身上不断充盈的死气 那是由数十个死亡之人产生的 不仅浓郁 而且极其纯粹 里面包含着所有人死亡那一瞬间的阴暗情感 和他之前吸收囚鱼时相比 足足多了三倍不止 这完全出乎了少年的意料 看来果真是富贵显中穷 按照这种程度 估计很快他的境界就能再次得到提升 当然 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集中经历运气图骂的时候 古灿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此刻围上来的蒙面人越来越多 哪怕是拥有巅峰及实力的他也陷入了苦战 这一刻他突然希望 那个可怕的鬼女人能够支援他一下 而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 正是外堂堂主慕容白 看到人影古灿终于松了一口气 之前他从少年那得知 在慕容白的体内还有一个鬼灵附身器中 他兴奋地呼唤着魔僧的名字 可叫了半想慕容白始终没有反应 正当古灿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道血影闪过 慕容白的身体被硬生生披萎了两半 与此同时一个满身伤疤的男子缓缓出现 他把视线转向了正在吐纳的慕金云 然后饶有兴致地说道 真是个有趣的孩子 竟然敢在敌人还事的情况下修炼 看到男人的那一刻 古灿就知道不妙了 面前这个人的实力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以他巅峰级的实力也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起来 引发燃剑山庄灭亡之战的宝物即将揭晓 然而此刻的少年仍沉浸在浓郁的死骑当中 不过这个举动也即将令他陷入死亡的境地 此时满身伤疤的男人把视线转向了少年的身上 他饶有兴致地开口道 外面都已经血流成河了 这孩子竟然还在这沉迷修炼 还真是有趣 说罢他大步朝着少年靠近 而他每跨出一步 距离就会缩短一大截 看到这一幕的古灿被吓得连忙呼叫少年的名字 然而此刻的少年已经陷入了望武之境 周围的死气犹如潮水般疯狂涌入他的身体 想要在此时将其唤醒几乎难以做到 况且若是现在强行将他打乱 那少年肯定会因此走火入魔 想到这里补灿心中不由地动摇了一下 但很快他又强打起精神 面对眼前这个怪物 他竟有些不知所措 但他又绝对不能坐以待地 补灿心中一横 虽然自己无法阻止对方 但哪怕拼尽肉身被捕 也要为公子多争取一点时间 于是下一秒 只见他纵身一跃 仅一瞬间他便出现在男人的头顶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移动 此刻飞沙克引以自豪的独门武功 飞沙武第三是刻眼无声本能地在他身上自行展开 然而此时的男人却依旧不为俗 甚至没有采取任何防御姿势 你的确很快 但还是太慢了 说罢一道锐利的剑影凭空出现 快速朝着古灿挥卡而去 古灿及时反应 快速翻转身体 被切断的头发四处飞舞 若是再晚一点 他的身体将会被巨大的剑影一分为二 不过战斗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时古灿趁着男人恢复动作的剑行 快速向他射出了三枚灵刃飞针 但男人轻抬剑身便轻松将其挡下 不仅如此 他的身影请客间出现在古灿身体 只是随手一谈 古灿整个身体便犹如炮弹般倒飞了出去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那个男人实在是太强了 仅仅一击便让古灿陷入了垂死的劲敌 但受此一击后 骨灿的双眼却散发出了异彩 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哪怕自己已经口吐鲜血深受重伤 但却感受不到丝毫痛苦 也就是说在他附身于别人身上的时候 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 他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想要阻止男人继续靠近木鲸鱼 但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正常发挥力了 这时男人用低沉的声音警告道 如果你再打扰我一次 你就死定了 说把他抬手伸向少年的头颅 然而当他的手快要触碰到少年的时候 男人却牙关一挤 转而挥动着巨大的剑刃朝着少年砍去 不过下一秒只听枪枪几声 一个身影挡下了男人挥出的一剑 正是燃剑山庄庄主木仁丹 紧接着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 剑刃碰撞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两名高手间的战斗让周围狂风大作 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剑猛击之后 木仁丹的身体便被震退了数目 同时一股黑血顺着他的嘴角吐了出来 他当从病床上醒来没多久 再加上失去了惯用的右手 此时的实力连全剩十七的一半都达不到 不过他还是瞟了一眼正在运气调息的木精玉 看样子这孩子并没有受伤 于是他再次把视线转向了一旁的男人 他质问对方为何要袭击燃剑山庄 听到这个问题男人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东西 看到这一情景 木仁丹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起来 那不是别的 正是他的硬仗 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 如果你不想燃剑山庄变成一片废墟的话 你最好把你偷的东西乖乖交出来 画面一转 此刻燃剑山庄外 清灵看着火光四起的山庄陷入了沉思 他本以为古雕闯入他的领域是为了把他引过来 可没想到他却突然就这样死 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主人也在这个时刻失去了生机 但仅凭凡人是不可能这么快杀死拥有弑神的术法大师 也就是说山庄里一定出现了非常危险的东西 不久后燃剑山庄内 原本那弥漫的火焰此时早已熄灭 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广场中央 这时少年终于睁开了双眼 然而当他看到周围那一片狼藉也陷入了疑惑 他转头看向广场中央 燃剑山庄的侍卫都跪在地上早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而庄主牧人丹则与那名壮汉双目对峙 只不过两人脸上的表情截然不同 对此少年似乎并不在意 难怪死期越来越稀薄了 看来是战斗结束了 真是太可惜了 想到这他缓缓走到午餐身边 直接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少年终于醒了 午餐面露干大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于是他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原来在牧人丹与那个男人交手的第一时间 牧人丹便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看来你是天地会的人吧 听到这个问题男人只是黑黑一笑 牧人丹长叹一口气后便直接向对方宣布了投降 并且让所有护卫放弃抵抗 我会将那个东西还给你 但作为条件 希望你能放燃剑山庄一条生路 听到这话男人却觉得有些可惜 我是不是说的太早了 要是能看到你再挣扎一下就好 说吧男人哈哈大笑起来 紧接着男人再次开口 好吧 我以天地会武王之一建胜孙允的名义启示 你这个要求我印象 而这边鼓灿在听到天地会和孙允这个名字时 顿时瞪大了双眼 原来天地会是如今平分中原武林的三大势力之一 他们只崇尚实力 以统一武林为目标 曾一度让中原武林血流成河 因此武林中只要听到天地会这个名字 人们都会经不住感到胆寒 而那个男人 作为天地会武大天王之一 其实力和掌握的权势更是令无数人恐惧 至于燃剑山庄 虽然在安徽省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势力之一 但和天地会比起来简直是大巫见小巫 若是真的打起来也只有被灭门这一条路 所以最后庄主牧人丹不得不把那件宝物交出去 而宝物正存放在药堂下面的钉字密室内 果然他们要找的就是那本人皮魔书 人皮魔书的秘密终于要被发现了 当听到天地会的人要找的东西 在药堂下的钉字密室内 少年很快就猜到了对方要找的东西 就是那本人皮魔书 此时的古灿虽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东西是什么 但他猜测那东西大概率是在少年的身上 因此在少年醒来的那一刻 就不断地提醒他要小心天地会 不要多声事端 然而下一秒 他就看到少年静止朝着牧人丹走去 古灿差点就给吓尿了 这边牧人丹看到少年已经醒来 他先是询问少年有没有受伤 让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随后便让他先到一旁休息 然而少年却直接询问牧人丹身上的伤疤是怎样 牧人丹本以为老三是在关心自己 但想想刚才似乎也没有受什么外伤 不禁感到有些疑惑 直到少年继续追问 你要见那道伤疤是谁造成的 听到牧精云的问题 牧人丹突然眉头紧皱 在这种情况下 这孩子怎么会突然问这个呢 而就在这时 前居药堂地下室取宝的蒙面人已经回来了 他跪在孙允身前恭敬地献上了 那个原本装有人皮魔术的木 木盒表面的封印符咒虽然不见了 但其表面却完好无损 孙允看到后瞬间大喜过望 牧人丹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但少年这边却略微一惊 这么快就回来了 看样子必须加快动作了 而这时牧人丹叹了一口气 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等以后我会告诉你 但少年却坚持必须要现在告诉他 牧人丹并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地看着孙允一点一点地打开包 此时的孙允沉浸在 宝物失而复得的喜悦中 但他不知道的是 少年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如果你不说的话 可是会有大麻烦的 牧人丹疑惑老三为什么会这样说 直到听到少年接下来的话 瞬间让他大惊失色 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不在药堂下 而这边孙允在看到箱子里的东西后 顿时脸色大变 一道磅礴的内力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震得周围的空气嗡嗡作响 随后他便用那沙神般的眼神 看向牧人丹 而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牧士族人无步心惊打海 可此时一旁的大夫人 却露出了一目讥笑 看来他们想要的东西并没有找到 既然牧精云拿到了燃剑山庄的秘籍 估计那东西也在他的身上 想到若是自己把这件事说出来 就能借助这些人的手除掉牧精云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完全打破了他的幻想 因为此刻孙允从木壳中 拿出了一对耳环 这对耳环通身由金银玉器制作而成 一看便知道价值不菲 而能带得起他的也只有身份尊贵的人 没错 这对耳环就是大夫人 并且还是大婚当天牧人丹亲自送给他了 大夫人顿感不妙 他转头恶狠狠地看向木精云 你这家伙竟然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少年却邪魅一笑 然后大声扰道 这耳环不是大夫人最心爱的东西吗 此话一出所有人震惊不已 大夫人更是吓得手足无措 见此情形 木人丹想要阻止少年继续说下去 可少年仍是自顾自地喊道 大夫人 都这种情况了 你还要假装不知道吗 难道这对耳环不是你的吗 这时孙云把耳环举到木人丹眼前 满脸杀气地询问 木庄主 这是谁的 听到这个问题 木人丹想要解释些什么 但又不能说这对耳环是自己夫人的 顿时愣在那哑口无言 孙云恶狠狠地捏碎耳环 看来你是想敬酒不吃吃法酒 说吧 他转头怒视着一旁瑟瑟发抖的大夫人 此刻大夫人早已慌了心神 他摇摇晃晃地后退了紧 连忙解释 大人 这一定是个误会 您仔细想想 如果是我偷了东西 又怎么会把自己的饰品放在里面呢 这一定是栽赃陷害 但孙云又怎会听他解释 下一秒 那巨大的刀刃便砍向了大夫人的头 幸好这时木人丹用尽了毕生功力 迅速用剑挡在了刀刃前 只听枪枪一声 他手中的宝剑竟直接被砍得弯曲变形 而他自己也被巨大的力量震飞了出去 此刻看着倒在地上的木人丹 孙云冷冷一句 既然你们都不知道那东西在哪 那就意味着你们也没有活下来的必要了 说着孙云走向跪在地上的牧师护卫 你们不仅偷了天地会的保护 还敢戏弄我们 绝对无法容忍 说着他一刀拍死了跪在最前面的护卫 看到这一幕 少年对着木人丹低声说道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吗 我不是说过以后一定会告诉你吗 可少年却冷冷一笑 看来你是想等场面彻底失控才说的 此刻孙云已经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护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他的刀下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开口 大人 我有事情需要禀报 而说话之人正是大夫人的贴身示威胡安 只见他抬手指向木恩平和木有天的方向 作为庄主夫人 如果他出了事 那大公子的地位就会受损 而这些人就可以从中受益 并且得到庄主的位置 所以他们才是罪鬼破手 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木恩平等人身上 还放着燃剑山庄的工法秘籍 一定是他们拿了秘籍后偷走了宝 听到这些少年却暗笑一声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之前他将秘籍送给木恩平和木有天 为的就是这一刻 而胡安这番举动更是他的安排 因为此刻魔僧早已附身在了他的身上 木恩平文言惊慌的喊道 你在胡说些什么 木有天也是如此 极力地否认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但唯独少年站在一旁漠不作声 而两人的话也成功引起了孙云的注意 刚才回应的那几个 我要包了你们的皮 听到这话木仁丹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转头看向木金云 那一脸看热闹的样子 气得他浑身直发抖 他歇斯底里地说道 那个在我身上刻下刀疤的人 是六天八星中的鬼剑 听到这个名字 少年笑了 他终于找到那个人的线索 然而就在这时 少年的脸色骤变 只听一阵铃铛声响彻整个山庄 而附身在胡安身上的魔僧 发出了痛苦的嘶吼 就这样脱离了他的身体 与此同时 那个神秘的竖法大师缓缓出现 看到人影那一刻少年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这个人很危险 少年的秘密终于还是被发现了 随着一阵铃铛声响起 一个头戴斗笠手持权杖的方式缓缓出现 瞬间 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了此人 只听明道王孙允轻声呼唤了一句 赵大师 而少年在看到人影的那一刻 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此人的威胁 可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赵大师口中喃喃一句 究竟是谁在此作怪 我要驱逐你 下一枚 只见他快速挥舞权杖 左手结印口念咒语 一道无形的能量向外扩散 而在触及到胡安的那一刻 胡安抓住自己的头痛苦地大喊起来 与此同时 他的脖子周围轻轻抱着 散发出深深的黑气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得连连后腿 而这边骨灿虽然没有像胡安那样痛苦 但他的心口也感到一阵难受 在被能量波及的瞬间 他及时运转内衣 这才勉强抵挡住了灵魂被剥离出肉身的结局 只是抬头望去 此刻的胡安已经痛苦地瘫倒在地上 因为他的肉身不过只有二流水平 所以附身在其内的魔僧根本无法抵挡这部能量 而在魔僧被剥离出肉身的那一刻 赵大师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他要让魔僧彻底灰飞烟灭 不过好在这时一领飞剑快速朝着他射 这才打断了他的施法 而扔出这把飞剑的人正是木晶云 与此同时一个蒙面人快速出现 为赵大师挡下了致命一击 卑鄙无耻 竟敢偷袭 说罢蒙面人就要对少年发起进攻 然而这一举动却被赵大师拦了下来 他眉头紧皱瞪着少年问道 你也能看到鬼灵吗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瞬间开始骚动起来 此刻少年心头意紧 刚才在他扔出飞剑的那一刻 其实并没有想太多 只是单纯地觉得就这样失去魔僧实在太可惜了 现在回过神来 也觉得刚才的行为确实有些鲁莽 但表面上他还是装出了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 可这却无法瞒过赵大师的眼睛 只见他喃喃自语道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成为武术天才的人很少 但能成为术法大师的人更少 因为这些人都天生拥有异于常人的天赋 一般来说很多天赋是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升的 但某些天赋例外 而其中被公认为最厉害的天赋 那就是一对能够看到鬼灵的眼睛 换而言之 如果少年真的能够看到鬼灵 那就说明他天生就具备成为术法大师的能力 听完赵大师的话 少年择了择舌 但仍旧选择保持沉默 看到少年始终不愿承认 当即赵大师的脸色一变 那我换一种问法 为什么你要阻止我灭杀鬼灵 可少年听后依旧若无其事的装作听不懂 见此情形赵大师冷冷一笑 随即他再次手掐硬绝 祭出了一招四方锁灵阵 只见四道霞光将魔僧死死困住 而阵内的空间也在一点一点缩小 魔僧四处张望 掩盖不住的露出了惊慌之色 正常来说鬼灵是不会听从人类的命运 但似乎这个鬼灵一直在遵循你的意愿行动 所以只要你告诉我原因 那我就放了它 知道没有办法继续装赏下去 少年同样开始手掐硬绝 而他截出的手印竟与赵大师的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魔僧的周围同样出现四道霞光 硬生生的挡下了那不断缩小的光柱 这一幕彻底惊呆了赵大师 甚至让他开始怀疑少年根本就是在扮猪吃牢 震惊之下直接开口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法继 然而少年却反问 难道必须学会它才能使用吗 这一刻赵大师终于确认 这个少年就是真正的术法天才 要知道四方锁灵阵是需要达到方越级的大师才能施展 但眼前的少年却只是看了一眼便模仿了 甚至还调整了咒语的用法 让他能够在别人的阵法中施展 这一点哪怕是现在的自己也无法触摆 看来眼睛并不是你唯一的天 想到这里赵大师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随即单手一点 一个姐子脱口而出 魔僧周围的霞光顷刻间四散开来 随后转头向明道王孙允说道 其他人都可以杀 但这个孩子必须交给我 瞬间所有人都动大了眼睛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天地会会突然放股木精云 这时孙允择了择舌 你又再白费力气了 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随后他转身看向燃剑山庄的众人 我本想着只要拿到宝物就此结束 可现在你们非要自寻死路 说吧孙允当即大喝一声 全都杀了吧 此话一出慕人丹第一个坐不住 他满脸紧张地看向木精云 想要说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少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他已经答应了慕人丹 那现在也只能遵守承诺了 随后他走到孙允面前打断道 你要的东西在我这里 怒了 这一次清灵真的怒了 当孙允听到天地会要找的东西在少年的身上 他气势汹汹地看向木精云 如果你再次欺骗了我 那么不管赵大师提出任何请求 我都一定会将你大谢八块 面对孙允这赤裸裸的威胁 少年却毫不畏惧 他只是轻轻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很抱歉 你们想要的东西已经被我烧掉了 不过我将他们全都记在了脑海里 此话一出 所有的蒙面人一阵哗然 那可是他们天地会的宝 竟然就这样被烧了 而一旁的木人丹更是惊恐万分 原本以为只要木精云能把那本书交出去 燃剑山庄就可以逃过一劫 没想到他竟然还当着孙允的面牺牲对方 只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孙允听完并没有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所谓的名门正派都是一群骗子 听到这话少年只是冷冷地反问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在说谎 孙允脸色骤变 一对满是杀气的毛子死死盯着少年 那是因为你说的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本书无法被烧掉 也更加无法被摧毁 就像被什么东西保护着 你这家伙连宝书长什么样都没看过 竟然也敢再次浪费我的时间 既然如此 那我便如你所愿 说着孙允拿起了大剑 记得下辈子别再说谎了 随后一道凌厉的剑芒 朝着少年的脖子砍去 只不过下一秒 少年的一句话 直接让那道剑芒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你是说那本人皮制成的书 无法被火烧掉吗 可是里面用血血的东西烧起来很快啊 瞬间 孙允大惊失色 他不可置信的看向眼前的少年 这家伙竟然真的看过那本书 要知道在天地会那本 也只有极少数掌权者 才知道这本人皮魔书是用血书写的 一时间孙允的身体 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看到孙允那与刚才截然不同的表情 少年也为之一惊 虽然他知道这本人皮魔书的重要性 但没想到竟然能让这等人物露出如此表情 而此刻孙允依旧不愿相信少年说的是真的 因为他曾亲眼目睹过无数高手 被人皮魔书一点一点吞噬的场景 没有人能够再看过那本书后活下来 所以他怀疑 如果对方不是在说 那就一定是运气好才侥幸活下来 他颤抖着声音询问少年 真的看过那本书吗 少年不急不怀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理由欺骗 孙允目不转睛地看着沐晶云 此刻汗水已经浸透了他的衣服 从少年的眼中他看不出一丝慌张 如果少年说的是真的 那他终于可以回去向那个人交差了 但出于谨慎的考虑 他还是开口说道 既然你说内容都已经记在了脑海里 那不论是口诀还是招式 向我证明一下 听到孙允这番话 包括牧人丹在内 燃剑山庄的所有人都用紧张的眼神看向沐晶云 起初 他们在得知沐晶云拿走了宝物时 只感到强烈的背叛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 唯一能救他们的人也只有沐晶云 此刻他们只希望少年说的都是真的 与此同时 少年这边也不由得眉头紧张 虽然他能像之前欺骗沐有天那样修改一部分内容 但毕竟对方才是这本书的主人 如果他们知道书里的内容 那自己很可能会因此丧命 既然这样 那我就从里面挑出两句先测试一下吧 想到这少年正准备开口 然而下一秒 一股腥红的血液向他涌来 再次抬头 那股血液犹如潮水已经蔓延至了整个广场 与此同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彻了他的脑海 凡人 你要是敢说出一句里面的内容 那你就死定了 话音刚落 只见一道人影矗立在屋顶上 正是消失已久的清灵 然而在看到清灵的那一刻 少年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此刻的他与平时截然不足 从清灵的身上少年只感受到了一股滔天般的怒 那股怒意竟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 一种置身于血海深渊 足以吞噬一切的错觉 人皮魔术的秘密即将公之于众 然而就在少年准备开口的时候 他感受到了来自清灵滔天般的怒意 那股怒意化作了血海将整个燃剑山庄笼罩 这一刻整个世界仿佛被血海冻结 而此时的清灵站在月光下恶狠狠地盯着天地会的众人 这是少年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清灵内心最纯粹的愤怒 虽然不知道清灵为什么会对他们恨之辱 但既然他阻止了自己 那么他一定是不想让这些人知道里面的内容 可现在如果自己不说话懂了 那很可能会被孙允一刀抹杀 此刻少年不禁皱起了眉头 在没有为爷爷报仇之前 他可不想就这么轻易死了 可现在又该如何是好呢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耳边传来了清灵悠悠的声音 清灵感受到了少年此刻的困扰 于是让少年按照自己的要求做就行了 这不禁让少年更加疑惑了 难道你是想告诉他们错误的内容吗 孙允他们应该知道魔术中的内容 如果说了错误的口诀 那自己必死无疑 清灵听完却淡淡地回答道 你只需要相信我就可以了 如果你死了 那本作也无法心理 听到这句话少年只能轻叹一口气 而这边看到少年始终没有说话 孙允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 不过这时只见少年默默走到蒙面人身边 一把夺过对方手中的长剑 蒙面人大惊 本以为少年是想一丝抵抗 但没想到 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闭上双眼 与此同时清灵摘下头上的发簪 以此为剑开始掩饰招式 红色的衣角伴随着剑影舞动 在月光的衬托下犹如飘落的花瓣 少年跟着他的动作同样开始挥舞常见 将那些招式淋漓尽致地再献了出来 而随着一句口诀脱口而出 一道淋漓的剑气沿着剑身向外扩散 少年展示的招式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 一眼便能看出这是绝世剑法 不仅是燃剑山庄的重人 就连孙云也被这一招惊讶地当场愣住 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 一个只有三流水平的舞者 竟然能施展出如此完美的剑招 这不单单证明了剑法的精妙 更是体现了少年那无人能及的武学天赋 孙云大喜过望 据他所知 这句口诀正是失传一百多年的月影剑法 然而就在他准备开怀大笑的时候 周围的蒙面人却骚动了起来 因为少年又开始背诵第二招的口诀 孙云大胆不妙 连忙开口阻止对方 如果月影剑法以这种方式公之于众 那就真的出大麻烦了 看到孙云露出如此表情 少年这才缓缓停下了手上的动物 他得意一笑 这一刻他才确信自己赌赢了 因为他在人皮魔术中 根本没有见过这两句口诀 但从孙云那紧张的表情来看 又似乎这就是魔术上的内容 一时间他也拿不准究竟是哪种情况 于是开口询问孙云有没有确认 孙云这才缓过神来 刚才一时激动 他竟下意识地露出了紧张的表情 这样一来事情又变得麻烦起来了 这本剑法除非是被允许的情况下 否则是绝对不可以被人知道的 所以从原则上 他应该先得到完整的秘籍 然后再杀了对方 可这时看到孙云动了杀心 赵大师却开口叫住了对方 孙云明白赵大师对这小子很感兴趣 但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毕竟这小子做到了天地会里 没人能做到的事 而且再加上他那无与伦比的武学天赋 这小子将来必定能登顶武林之巅 可遗憾的是 凡是知道人皮魔术内容的人都得死 就在他思考 接下来该如何处理的时候 少年却鬼魅一笑 他毫不犹豫地拿起长剑朝自己的脖子划去 疯了吗 这一举动让在场所有人大惊 孙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 快速打掉少年手上的长剑 此刻只有他知道 如果刚才自己没有及时阻止 那么对方肯定会把自己的头砍下来 少年捂住自己那血流不止的伤口 冷笑一声 看来这本秘籍一定非常珍贵吧 不过我可没打算这么轻易开口 所以你们可以随意把我带走 此话一出 燃剑山庄众人无不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穆京云竟然主动提出要跟对方走 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但似乎这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边孙云听到少年主动提出要跟自己回天地会 先是略感惊讶 但后来仔细想想也的确是最好的方法 眼前这小子仅仅通过折磨或者威胁是无法让他开口 所以只能先带回天地会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少年之所以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 为的就是借助这些人离开燃剑山庄 不久后 天地会众人浩浩荡荡离开了燃剑山庄 此刻的马车内 少年被五花大榜运往天地会走路 而在他的身边 另一个人同样被五花大榜带离了燃剑山庄 燃剑山庄的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 少年也总算是离开了那里 然而此时的他却被五花大榜 和慕有天一起被捆在马车内 慕有天叹了一口气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也会被当成人之一起带走 而这都要从两个时辰前说起 就在慕晶云提出自愿跟着天地会一起走之后 明道王孙允直接出手 医长将他拍晕了过去 可是接下来孙允并没有就此离去 反而向慕人丹提出了两个要求 毕竟他偷了天地会的东西 这件事不可能就此作罢 孙允抬手说道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要求 那我现在就可以将燃剑山庄彻底毁灭 慕人丹眉头紧皱只能默默地低下了头 第一 燃剑山庄必须闭门十年不得踏足武林 第二 你的继承人将被当作人质带走 此话一出整个燃剑山庄都陷入了沉默 对于第一点他们并没有太多抱怨 毕竟这比所有人都去送死要好 可这第二点却让牧师几兄弟紧张了起来 尤其是慕有天在看到他们都将手指向自己的射 更是整个人猛在了原地 也就是这样 慕有天顺利地成为了人质 此时的他虽然没有被拍晕过去 但同样也被五花大榜动弹过来 除此之外他还被点了穴位 防止他使用内力挣脱 好在和身旁的慕晶云相比 他的情况倒是好上不少 这一刻慕有天感叹万分 本以为等父亲醒来之后 他就有出头的机会 没想到现在却落得个这么悲催的下场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在他想得入神的时候 耳边却突然传来了一丝异响 然而这马车里除了他就只有慕晶云 而慕晶云已经被封住了穴位不可能醒来 那究竟是谁发出的声音 正当他疑惑不解的时候 蒙住双眼的布条被一把扯开 慕有天顿时瞪大了眼睛 竟然是慕晶云 你怎么会 可不等他把话说完 少年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他不急不缓地看了看马车外的情况 只要你回答我一件事情 我就帮你解开什么 慕有天好奇他到底想问什么 只见少年面无表情地看向慕有天 谁是六天八星的鬼剑 听到少年的问题慕有天皱起了眉头 要知道鬼剑的恶名在武林上无人不知 但从少年那平静的表情来看 似乎他真的不知道鬼剑是谁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慕有天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听完慕有天的回答 少年脸色凝重 也就是说鬼剑可能在那个地方吗 虽然这只是个传言 但应该不会有错 少年沉默了 从慕有天的口中他得知了鬼剑的信息 可现在因为那个地方 情况变得复杂了起来 正当他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耳边却传来了清零的声音 凡人 外面已经解决完了 文言少年立刻蹲下来为慕有天松绑 然而这却把慕有天吓了一跳 难道你是想逃跑吗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 燃剑山庄会再次遭到报复 少年却一脸无所谓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不想跟我离开 那就留在这里吧 说着少年直接一手刀劈在慕有天的脖梗上 慕有天当场就晕了过去 这若是换作平时 绝对不可能这么容易将他击晕 这还得多亏了慕有天的内力被封 想到这少年头也不回地走出马车 此刻马车外已经一片狼藉 清零正不耐烦地催促少年赶紧离开 然而就在少年走下马车的那一刻 地骨奇怪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 虽然仅仅只是一瞬间 却让少年愣在那里许久 也就在这时 耳边再次传来了清零催促的声音 少年也不再停留 他活动活动了身体 然后开始运转然木化星菊 他体内的死气通过丹田流淌至全身 下一秒他的身体便犹如飞剑 挤持了出去 仅一瞬间他的身影便来到了数百丈之外 他的速度根本不是普通的奔跑 能相提并论 就这样 在月光的照耀下 一个影子快速地穿梭在丛林当中 然而跑着跑着 少年却发现了一丝一样 虽然只是短短的半个时辰 他却重复地看到了相同的景象 他停下脚步开始仔细观察 这也让清零感到万分好奇 只见少年指了指一旁的枯树 这棵树我已经看到四次了 似乎我们一直在兜圈子 听到少年的话清零眉头微重 会不会是你搞错了 如果我们中了某种方数的话 我不可能察觉不到的 随即清零摆了白手 可能是因为你太紧张了 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说完清零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但少年却突然叫住了他 表示可能因为对功法还不太熟悉 他的脚刚才不小心扭伤了 他让清零要不在这里先休整一下 听到这话清零顿时露出了气氛的表情 照你这个速度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啊 算了 还是让我先帮你看看吧 说着他抬手伸向少年的脚踝 可就在清零弯腰的那一刻 少年却突然一把掐住清零的脖子 你究竟是谁 此话一出清零便开始挣扎起来 他大喊着 凡人 你疯了吗 快放开我 如果你是真的清零 那你应该早就把我推开了 说着他的手掌一紧 清零的身体开始寸寸碎裂 少年冷笑一声 如果你想模仿一个人 就应该模仿得像一点 然话音刚露 只听喷的一声 清零整个身体竟然化成了一个木偶 见此一幕少年当即双手一合 然后闭上双眼开始口面咒语 随即一股无形的死气 不断向周围扩散 下一秒只见整个空间 开始寸寸碎裂 随着一声脆响 赵大师的身影出现在少年的前方 突然发生的一切 也让赵大师为之一惊 要知道 柳林修炼法可是一种高阶的术法 他可以将柳木娃娃 幻化成目标信任的人 可没想到不到半个时辰 就被眼前这个家伙识破 如此优秀的人才 简直是千载难逢 赵大师嘴角威扬 直接说道 小鬼 做我的弟子吧 拜师了拜师了 少年竟然真的要拜赵大师为师了 就在少年听到赵大师 要收自己为徒弟后 他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谨慎地环顾着四周 但在周围他并没有发现 其他人的踪迹 此刻 赵大师离他仅仅只有十步之有 以这个距离 少年相信自己 应该可以轻松制服对方 然而就在他想要动手的时候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这种感觉就和他从马车上下来是一样 与此同时 他的脸颊上突然出现一道血合 周围的空间开始浮现出一道道符纹 你以为周围没人就可以对我动手了吗 此时赵大师的眼中闪过一丝一丝 我在周围都设置了结界 如果你试图从里面挣脱出来 那很可能你的身体会被丝成碎片 在这样残酷的世界里生存 你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就是我要教给你的第一课 听到赵大师的话 少年微微一愣 我还没有答应成为你的弟子 对此 赵大师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掏出一个木偶扔到少年手中 在那木偶上贴着一道封印 并且有一条红线和少年死死相连 这是封印着魔僧的木偶 从木偶上少年竟感觉不到丝毫魔僧的能量 他不禁开始好奇对方是如何做到的 也就在这时赵大师再次开口 我给你一个忠告 既然你掌握了天地会的秘密 那么你这条命就完全取决于天地会高层的心情 但如果你成为我的弟子 那么你至少可以获得活下去的机会 赵大师知道眼前这个少年 是一个即使用剑架在脖子上也敢和你讨价还价的人 所以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击垮对方 然而此刻少年依旧面不改色 他死死盯着手中的木偶 沉思片刻后他竟果断地答应了下来 但作为回报我有个条件 你必须告诉我你是如何将魔僧风印起来的 文言赵大师开始哈哈大笑 早知道我就不必威胁你了 说着他从腰间掏出另一个东西 很好 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本来我就打算教你的 不过在此之前 你必须先发个誓 少年接过赵大师扔来的东西 露出了一脸的疑惑 这是一串通声发黑的念珠 你只需要把它戴在手腕上 然后说出本人木晶云将成为赵义工的弟子 少年疑惑说完之后会发生什么 一旦你发完誓 那么你便再也无法伤害我 毕竟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想要杀了我试图逃跑 听到这话 少年没有丝毫犹豫 他将木偶揣进怀里 当即开始发誓 随着誓言宣读完毕 那串念珠发出一阵脆血 紧接着浮现出了骤言两个字 这串念珠正是传说中的诅咒之珠 凡是带着他宣誓的人 不仅再也无法将其取下 而且将永远不得违抗宣誓目标的命令 而这正是赵义工的算计 他是那种凡是想要的东西必须得到手 此刻赵义工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 他再次扔给少年一本牛皮制成的书 这是一本由他亲自编写的秘籍 上面记录了你想要学的东西 把它们全部记住 然后再还给我 说着赵义工转身准备离开 然而还没走出几步 少年却喊住了他 难道你不打算把我从这个咒语中释放出来吗 面对这个问题赵义工笑 这本书里面同样记录了解除这个咒语的方法 我给你一个时辰的时间 如果你还是无法解开 那你可就有大麻烦了 说罢他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树林里 少年轻哼一声 还真是有趣 看来他早就打算把这些东西都交给我 也就在这时一个人影轻飘飘地从空中落了下 正是消失已久的清凌 他终于等到赵义工走了 这才敢重新出现 然而少年却用怀疑的眼神看见他 然后趁其不被一掌抓向他的身体 不过却被清凌轻而易举地躲开了 清凌气愤地问少年想要干什么 少年满脸尴尬 我只是做个小小的测试 不过下一秒清凌却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他想起了刚才少年在幻境里上穿下跳的样子 简直是太搞笑了 不过一转眼他立刻收敛起了笑容 他好奇地询问少年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事 毕竟那串念珠里蕴含着非常强大的诅咒之力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这个 说着少年再次看向手中的秘籍 清凌一脸无语 难道你真的只是为了得到这个东西吗 这可一点都不像你啊 然而下一秒 少年却轻而易举将手上的念珠取了下来 这可让清凌大吃一惊 他眉头紧皱询问少年是如何做到 誓言不是必须以自己的名字启示吗 但我的真名并不叫木精云 所以这个誓言永远无法生效 文言清凌终于恍然大悟 那你现在是准备逃跑吗 不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要成为他的弟子 一百多年的等待 清凌的复仇终于要开始了 当听到少年说他要成为赵义公的徒弟后 清凌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他不明白少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 难道你真的想成为天地会的弟子吗 少年并没有回答 而是将他之前在马车上得知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木有天告诉他 鬼剑作为六天八星之一 他们代表着当今武林实力的巅峰 据说其中六人的力量已经超脱了人类的范畴 而剩余八人则拥有人类最强的战略 只不过鬼剑已经消失了17年 但有传言他所针对的目标都是武林中享有圣域的高手 所以人们纷纷猜测他要么是皇室成员 要么是天地会的高手 所以他极有可能就在天地会 也就是说只要他前往天地会 就有可能找到对方 因此在赵义公提出要收少年为徒的时候 他便开始盘算如何渗透进天地会内 毕竟灯下黑这种事正好方便他找了 听完少年的这番话 清灵沉默了许久 他缓缓吐出一口青烟 还真是巧啊 看来自从遇见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之间的命运就早已注定了 听到这话 少年不禁好奇清灵怎么突然说起这些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询问 清灵却坚定地看向少年 成为本座的弟子吧 和我一起承担越之一脉的业力 让一切血债血偿 此刻清灵说话的语气和平时截然不同 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字都充满了杀气 仔细想想 似乎他的愤怒都是针对天地会的 果然 他是想向天地会复仇 可让少年不解的是 如果按照清灵的年龄来算 他要复仇的对象应该早就死 难道这么长时间都无法冲淡你心中的仇恨吗 清灵红唇微颤 如果换作是你 你心中的仇恨会随着时间一点点消散吗 这一刻少年沉默了 因为在他心中有着和清灵相同的想法 所以 我绝对无法原谅那个混蛋和他的血脉存活在这个世上 更不会忘记真相被埋藏后所受到的侮辱 即使过去千万年 我复仇的对象已经腐朽 心中的那份愤怒也永远无法抹去 所以我必须消灭他们 哪怕让一切都沾染上鲜血 这一刻少年再次感受到了清灵心中最纯粹的愤怒 那股愤怒化作血海慢慢将他淹没 渐渐的他的身体越陷越深 虽然少年知道这都是清灵的愤怒产生的幻觉 但他还是看到了清灵内心最深处的愤怒 哪怕过去了一百多年 仍旧是那么的冰冷与黑暗 就像他自己一样 为了给爷爷报仇艰难的活着 这一刻少年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我懂了 我愿意成为你的弟子 听到这话清灵愣住了 他也没想到少年这么快就答应了下来 一时间尽不知道说些什么 就这样默默的看着少年 许久之后这才傲娇的把头一秒 然后支支吾吾的说着 你本来就该如此的 但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少年却再次开口 不过作为条件 你必须告诉我复仇的原因 我可不想把自己卷入一件 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当中 清灵皱了皱眉 他再次吐出一口青烟 神情黯淡的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告诉你其中之一 原来天地会在创建之初 是由三脉组件而成 其中之一就是月脉 听完清灵的话 少年似乎猜到了什么 看来你就是月之一脉的一员 对此清灵并没有否认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么多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继承月之一脉的业力 听到这话 少年默默地凝视着清灵 试图从他的眼中看出他在想些什么 然而看了许久始终无法看透 他很好奇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让清灵对此一直坚口不停 最后 少年双手抱拳 真诚地向清灵说出了自己的真女 我的名字叫做正 这一颗月光洒在清灵的脸上 仿佛时间陷入了静止 直到微风拂过他的衣袖 耳边再次传来了少年的声音 我将接受命运的安排 继承月之一脉所有的业力 自愿成为清灵的弟子 听到少年的誓言 清灵笑了 笑得那么的灿烂 或许 这一刻他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随着命运的交织 在月光的见证下 少年立下誓言 自愿成为清灵的弟子 此刻 看到少年那真挚的目光 清灵眉眼轻飘 心中却无比欣慰 他缓缓吐出一口青烟 很好 那么以后你得叫我师父 然而这个要求很快就遭到了少年的拒绝 只见他不急不缓 这是我的第二个条件 以后我们就省略掉师徒这样的正式称呼 这可把清灵气坏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明明称呼那个道法大师为师父 可到了我这为什么就不行了 少年却一脸嫌弃 他从怀里掏出了封印着魔僧的墓 作为侍神 你看魔僧每次都称呼我为主 也不见你叫我主人 此话一出 清灵被怼得只能默默地转过头去 心中却已经将魔僧咒骂了个遍 见此一幕少年只是淡淡一笑 事实上 如果他要前往天地 就必须向清灵学习魔术上的其余招式 所以叫清灵一句师父也是理所应当 但不管怎样 既然自己的计谋已经得逞 那就先这样吧 想到这他打开了手里的诗问秘书 开始尝试解除周围的静止 一个时辰后 那些被吸引离开的蒙面人已经露血了 赵义公略带失望地看着西北森林 他原以为少年可以很快就解除静止 但现在已经快要超过一个时辰了 这不禁让他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要求太苛刻 但实际上一个时辰并不算久 毕竟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掌握指定的招式 这是相当困难的 更何况他还处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不过赵义公还是决定 亲自前去解开静止 然而就在这时 少年的身影从森林中缓缓走来 蒙面人顿时大惊 正想试图上去制服他时 赵义公却阻止了他们 随后便看到少年对着赵义公 称呼了一句师父 对此蒙面人虽然感到不解 却又不敢多说什么 此刻赵义公看着眼前的少年 眼中充满惊喜 可嘴上还是不断责备少年 抵御七个要门 实际上少年的速度 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 在他看中的所有天才中 少年是最有潜力 不过既然沐晶云 已经成为了他的弟子 他也打算尽量不去夸奖对方 只是吩咐了一句 便让少年回车厢内休息 随着马车开始缓缓移动 大部队也再次向着远方出发 回到车厢后 少年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沐有天仍倒在车厢内 呼呼大睡 这时少年嘴角微扬 清楚了一句 看来我们没有被发现 说着从他的怀里 钻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圆形木偶 没想到我竟然要藏在 这样一个木偶里 说话之人正是清灵 原来为了帮清灵隐藏气息 少年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 学会了静止之术 而且还利用剩下的时间 学会了将鬼灵注入木偶的法术 这若是让赵义公知道 估计会笑晕过去 只可惜由于清灵的等级过高 只要他稍微有一点大动作 木偶就会出现裂痕 幸好归功于少年 对术法的掌控 这才让木偶保持着没有崩坏 但清灵憋在里面可就不好受了 少年只能安慰他 一旦有机会 一定会给他找个合适的身体 就这样 少年开始了前往天地会的漫长旅程 半个月后 各个方向的部队都汇集到了一起 而此刻在森林的不远处 一个人影正注视着车队前进的方向 这人正是被鼓探附身的夏彩林 此刻他无比纠结 一方面是抱怨自己变成女的这件事 另一方面是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 原来自从木晶云被明道王孙女带走后 他便一直跟在马车后 在成为少年的弑神之后 他与少年之间便产生了连续 所以他本能的知道木晶云在哪里 其实 如果不是变成弑神的话 这正是他逃离木晶云的绝佳机 可是走得越远 他的心里就越焦急 或许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木晶云死了 自己也会消失吧 所以不管怎样 如果他还想留在这个世界上 就必须帮助木晶云活下来 但一想到要从天地会手上抢 他又立刻怂了下来 好吧 木晶云的顶尖刺客 一定有一些潜入的经验 如果追溯他的记忆 或许可以发现一些 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潜入手段 也就在这时 木晶云的脑海中想到了一个办法 色用 完蛋了完蛋了 为了将少年从天地会的手中救出来 木晶云竟然想要动用美容剂 不过好在 当这个想法蹦出来的时候 一股羞耻感瞬间席卷了全身 这才好不容易让他克服了自己的理智 守住了自己最后那点尊严 只是 这一路上有件事让骨灿感到非常奇怪 既然天地会这些人的目的已经达到 可为什么又不直接回天地会 而是在一直绕路 并且每隔两天就会看到 不断有十五六岁的少年加入队伍 这一情况让他隐隐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论 对于这点 其实少年也早有察觉 他向赵一公询问过几次 但得到的回复都是让他不要多管解释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 他只能一直待在马车里专心研究秘书 直到这天 以明道王孙允为首 浩浩荡荡三百多人的队伍突然停下了脚 孙允面露兴奋 对着前方大喊了一句 这里果然还是那么的壮观了 听到声音后少年也钻出了马车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城市 矗立在无数高耸路云的山峰之间 被一道高大的围墙隔离在里 只要穿过眼前这宏伟的大门便可静于其中 看到这一幕 少年手上的木偶突然传来了声音 你紧张吗 少年并没有回答 清灵提醒他最好紧张起来 毕竟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在这里遇到真正的高手 估计他撑不过半个回合 但事实上 少年的成长速度已经快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短短一个月时间 他便从三流水平踏入了一流高手的行列 而这都要得益于之前在燃剑山庄吸收的死期 让他拥有了相当于半个甲子的内力 这一点放到任何人身上 都会让人羡慕不如 然而此刻清灵表面上看起来平静 心里却依旧忧心忡忡 毕竟燃剑山庄那种场景不是随便就能遇到 还需要通过自行领悟才能进一步得到提升 否则可能终其一生都将停滞不前 所以若是想让少年承担起月之一脉的业 那他不仅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变强 还需要一些运气 就在清灵努力地分析着当前的局面时 少年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此刻车队并没有通过正门进入城市 而是沿着围墙朝着别的方向走去 正当少年一过不解的时候 车门突然被赵义公推开 只见他慌慌张张地说着出事 还未等少年询问发生了什么 就见赵义公在衣服里翻出一件物品 毫不迟疑地塞到少年的手中 来不及解释了 你赶紧把这个拿上 这是一枚古朴的戒指 上面刻满了细小的咒语 只要戴上这个 即使没有服录你也能够使用术法 少年好奇赵义公为什么要给他这个东西 赵义公并没有解释 而是自顾自地嘟囔起来 竟然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 我原以为你作为人质 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做 可是没想到你竟然也被派去了那个地方 原来就在刚才 天地会会长亲自下达命令 将牧师两兄弟一同送到失血谷去 失血谷作为天地会的试炼之地 每年都会有无数少年被送往那里 但能够活下来的人却不到一程 在那里没有所谓的慈悲与善良 只有无尽的杀戮 以及满山遍野的尸体 此刻 虽然少年还未进入那里 但从赵义公这番言语中 已经能深深地感受到失血谷的恐怖与血型 赵义公拳头紧握 他不甘心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天才弟子 就这样被丢到那里送死 我会马上去禀报阁主把你带出来 说着他激动地看向少年 这段时间里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好好活下来 话音刚落 车厢外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除了测试者 其他人都禁止入内 只见一群头戴红金的蒙面人拦住了马车 他们用悠悠的眼神死死盯着少年 欢迎来到失血谷 开始了开始了 天地会的篇章正式开启了 然而还没等少年真正进入天地会内部 就被送往了失血谷 失血谷作为天地会的试炼之地 凡是进入这里的人都要经历九死一生 能够真正活下来的不足十分之一 此时的慕有天跟随着人群一同进入了失血谷 由于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除了每天用餐的时间外 其余时间都处在昏迷的状态 所以对于自己即将前往哪里 他根本无从得知 不过这时他发现了同样处在人群中的慕金云 他大喊了一声 扒开前面的人群准备向慕金云问个清楚 然而下一秒 身后的武士直接一棍子砸在他的身上 此时的他虽然穴道都被剪开了 但由于内力被封 所以他只能乖乖地服从命令 像俘虏一样安静地向前移动 与此同时 和慕有天完全不同 此时的少年显得异常冷静 之前他便通过赵一公的警告察觉到了问题 现在唯一让他感到疑惑的就是 为什么这里的人都要用银针封锁内力 包括他和慕有天 想到这他向清灵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此 清灵也是不明所以 但他能肯定的是 以前的天地会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 他让少年务必要小心一眼 这个地方很是行 就这样 经过大约三个时辰的移动 人群终于抵达了一处宽阔的前路 在这里已经有许多少年正在等候 加上慕晶云所在的队伍 至少聚集了有八百多人 也就在他们抵达的同时 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欢迎来到失血谷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那里 只见前方的站台上 正站着一个头戴恶鬼面具的人 他双手铐被傲然处理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将开始第一个任务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手指大小的铁球 正当大家感到疑惑的时候 恶鬼面具继续说道 在这山谷的水里 有许多类似这样的铁球 你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它 如果未能完成任务 将受到死亡的惩罚 此话一出人群瞬间骚动了起来 现在已经是深夜 虽然周围都有武士举着火把 但在这黑暗的地方 想要找到那些小铁球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也就在这时 一个大约十六七岁的少年 举起手说道 我们都是从各自门派中挑选出来的精英 如今却要因为一个小铁球丢掉性命 这是不是太过分 然而还未等他把话说完 只听哭吃一声 恶鬼面具手中的铁球 直接洞穿了他的头颅 顿时周围所有的人 都露出了惊恶的表情 正当他们开始惊慌失措的时候 恶鬼面具再次大声说道 在这里实力和地位 以及其他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有的只是无条件的服从命令 所以 如果有人胆敢质疑或者抵抗 都将失去生命 瞬间 原本嘈杂的山谷顿时安静了下来 面对死亡的威胁 他们无步心惊胆战 也就在这时 恶鬼面具点燃了一只长箱 顺便提醒你们一句 山谷里铁球的数量 远远少于这里的人数 所以 你们最好快点行动起来 画面一转 一处房间内 赵义公焦急的来回踱步 而在他身边是同样心急如焚的 明道王孙允 赵义公满脸憋屈的询问 你为什么不告诉会长 我已经收他为弟子 对此孙允却嗤之以鼻 说了也没用 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会长 收回过命令的 赵义公顿时沉默 正如孙允所说 会长一旦下达了命令 就绝不会收回 甚至有时还会对 未能执行命令的人严加惩罚 考虑到这一点 想说服会长是不可能的 可他好不容易才找到 这么一个可用的人才 哪里甘心就这样失去 其实孙允也有同样的想法 少年是第一个能够说出 人皮魔术中内容的人 要知道为了读懂 他有多少人因此丧意 更不用说他还学会了 在一百多年前失传的阅影见诀 如今却连会长的面都没见到 就被送到失血骨 这样的处理方式 也让他难以理解 此时赵义公再次开口 不行 我得向会长求情 不能让那个珍贵的小子 就这样死去 听到这话孙允用异样的眼神 看着他 可突然 孙允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难道会长把那小子 送到失血骨的原因 是想要考验他吗 失血骨的试炼终于开始了 随着恶鬼面具一声令响 原本还在犹豫的少年们 瞬间冲向了伤独 八百多人同时奔跑 地面仿佛都在震动 看到这一幕的慕友天 心中暗骂一句 自己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没想到作为家族的人质 竟然要接受这么荒谬的事情 他恶狠狠地瞪了慕金云一眼 随即像其他少年一样跑了起来 现在的他别无选择 哪怕和慕金云是同父一母的兄弟 他也必须先找到铁球 否则他就得死 可正当所有人 跳进水中疯狂寻找铁球的时候 慕友天不经意地发现 此时的慕金云 却站在一旁纹丝未堵 仿佛置身于室外一样 这家伙究竟在干什么 难道他想死想疯了不成 可此时已经没有时间 给他过多思考 想要在这么黑暗的环境中 寻找一个小铁球弹和龙异 此时到处都能听到 少年们带着烦躁的声音 因为赤手空拳在水中摸索 手指难免会受到伤害 很快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 突然响彻了伤害 我找到了 只见一个少年 举起钢剪刀的铁球 兴奋地大喊着 此时 虽然他握着铁球的手 已经有些血肉膜 但他仍笑得无比开心 一方面是庆幸自己 终于不用死了 另一方面是为自己 能脱颖而出感到兴奋 不过这一幕 也让周围的人起了歹心 就在这人拿着铁球 朝着看台走去的时候 一个身材魁梧的少年 疯狂地朝他扑去 此刻拿着铁球的少年 虽然已经无比疲惫 一定要把你打成肉饼 跑在两人的速度相差悬殊 不一会就被拉开了 很大一段距离 拿着铁球的少年 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突然前方一个人影 挡住了他的去路 只见沐晶云双手 靠背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拿着铁球的少年 顿时就愣住 这家伙什么时候 跑到他的前面去了 但很快他又反应了过来 不对 他一直站在那里 根本就没有进入过西 与此同时另外一遍 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被恶鬼面具禁收眼底 他的眼中写满了戏血之字 饶有兴致地看着 这群少年的表演 此时 面对这进退两难的局面 铁球少年 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动 既然你们都想抢我的铁球 那你们谁都别想得到他 说吧他毫不犹豫地 将铁球一口吞入腹中 见此一幕 回无少年气得 直接开始咒骂 没想到最后还是白忙了一场 可还未等他骂完 下一秒便看见 沐晶云的身影快速移动 刹内间便掐住了铁球少年的脖子 此时沐晶云的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事情竟然被你弄得这么麻烦 说着他的手指不经意间抵住了对方的喉咙 还未等铁球少年反应过来 只听扑呲一声 沐晶云的手掌竟直接没入了对方的脖狗 看着被硬生生撕开的喉咙 全场瞬间陷入了一片寂静 此刻 不仅是参加试炼的少年们 就连周围的侍卫都感到一阵打寒 刚才还在不断叫嚣的魁梧少年 此时已经被吓得贪软在地上 尤其是与沐晶云那恶魔般的眼神对视之后 更是感觉心脏几乎快要炸裂 俗话说 一旦气势被压制 那么无论你拥有多强的使命 都将失去与对手对抗的勇气 所以 面对手段如此残忍的沐晶云 在场无一人敢上前阻拦 他们的心中都被烙印下了深深的恐惧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沐晶云将铁球上胶 此刻青灵也露出了一丝兴奋 因为少年刚才那番举动 在这里的某些事情似乎发生了变化 这对于他向天地归复仇 有了一个完美的开端 另外一边 看着沐晶云手中那颗沾满鲜血的铁球 恶鬼面具更是对眼前的少年越发感兴趣 只见他倾土一句 恭喜你通过了第一关的试炼 只要拿到这枚铁球 就能在数百人的试炼中存活下来 然而少年没有挪动分毫便得到了他 这一幕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就连主持试炼的恶鬼面具 也露出了一脸的惊讶 能够不进入水中就拿到铁球 这是以往的试炼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看来这小鬼从一开始就打算如此做 想到这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 手指一弹直接扔到了沐晶云的手中 那是一枚刻着一字的圆形银牌 这是你首个通过第一关试炼的证明 好好将他和那颗铁球收起来 说完便吩咐护卫将少年带到一旁休息 沐晶云没有过多停留 将东西收入怀中后 直接跟着护卫走到了一旁 此刻看着少年那毫无波澜的背 恶鬼面具却陷入了沉思 在此之前他一直疑惑 会长让一个正派世家的孩子来参加试炼 难道是打算将他们折磨一番后再杀掉吗 但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 果然会长不会无缘无故派他们过来 不过若是会长看到沐晶云刚才的表现 也会感到出乎意料吧 因为比起正派世家的出身 沐晶云的本质倒是更像魔道中人 这不禁让恶鬼面具 对少年接下来的试炼越发感兴趣 而这边少年坐在石头上研究起了那枚银排 从刚才恶鬼面具的话 他已经猜到了失血骨的试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之所以这里活下来的概率不到十分之一 是因为天地会想通过这里的竞争筛选有用的人 看来接下来的试炼将会更加激烈 事实也的确如他所料 此时的前谷内 参加试炼的少年为了争夺铁球 已经开始了激烈的厮杀 每当有人找到一个铁球 就会受到其他少年的围攻 渐渐的少年们都学聪明了 他们在捡到铁球后不会再生长 但只要他们准备离开水面 就会被人发现 其中一个少年想要趁机离开 可突然却被一个光头的少年一掌拍废 他的身上布满了奇怪的纹身 看到这纹身之后 那些原本想要抢夺的少年 顿时就停下了脚步 露出了一脸的惊恐 因为那副纹身代表着此人来自朱砂谷 朱砂谷作为天地会下属 三个最臭名昭著的组织之一 木精云的身旁走去 一群没用的废物 说着他对身旁的木精云低语了一句 别以为你能在下一关超越我 因为到时候我会亲手杀了你 听到这赤裸裸的威胁 木精云只是冷冷一笑 他可不想在这种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而这边西谷内的厮杀还在继续 在这期间 还有几个特别显眼的人 其中一个短发的少女 他长着一副白痴的面孔 可所到之处 冲向他的少年无一例外地倒在了地上 因为哪怕不动用内力 仅凭手中的石头 他也能毫不留情地将人击杀 而他正是来自冒花房的杀手 曾经的冒花房被称为四大杀手组织之一 不过后来他们退出了杀手行业 加入了天地会 而第二个是一名撞得像头牛的少年 他来自比金门 一个以外公文明江湖的门牌 因为他们修炼的是身体 所以哪怕被封印了内力 在这个地方也能有超凡的表现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些孩子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他们都能轻松通过第一关的试炼 随着时间的推移 剩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此时的木有天还在水里不断地寻找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找不到一丝铁球的踪迹 他不明白自己明明只是个人质 为什么还要参加这可恶的试炼 此时他已经有了退缩的念头 或许只要他向恶鬼面具 恳求一下就能得到宽恕 然而就在这时 身旁一名拿着铁球的少年 突然伸手分离 原来这名少年是第一个找到铁球的人 但他为了避免成为目标 一直等到了混战开始 可当他拿着这枚铁球 询问自己有没有通过时 却被一刀砍断了脖子 只见侍卫擦了擦刀上的鲜血 我不是说过不要随便提问题吗 这一幕让木有天彻底呆住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在这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只要不遵守规则 结局只有死亡这一个 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那名少年之所以被杀 是因为他拿的那枚铁球 是恶鬼面具一开始扔出去的那枚 上面没有刻上任何的数字 而一旁的木晶云 在看到这一幕之后轻笑一声 他的铁球上的数字是63 看来我的运气还真不错 少年怎么也没想到 这明明是一场实不存一的杀戮试炼 如今却成了他一个人的升级盛宴 原以为被封印住了 内力他将无法吸收死机 可就在他暗自庆幸自己 不像那人一样拿到无字铁球的时候 不然他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此时死亡的气息 已经在山谷间弥漫开来 毫无征兆地开始朝着他的周围聚警 于是木晶云怀着试一试的想法 将手伸到半空 顺着死气流转的方向 开始默念咒语 未曾想到 咒语刚一出口 周围的死气就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 迅速朝着他的掌心汇聚 这一幕让他兴奋不已 果然如同自己所猜测的那样 即便内力被封印 他依旧能够顺畅地运转攻防 看来这人皮魔术上的术法真是奇妙无比 想到这他不再迟疑 开始贪婪地吸收着周围的死气 随着死气不断地涌入体内 他仿佛又回到了燃剑山庄的时候 只不过这里的死气 要比燃剑山庄浓郁得多 看着仍然在激烈搏斗的少年们 穆金云的眼神愈发心红 没错 就这样继续互相残杀吧 杀得越多 他能够吸收的死气也就越多 然而 他这种令人迷惑的举动 很快就引起了恶鬼面具的毒 虽然恶鬼面具不清楚穆金云在做什么 但似乎能察觉到少年身上不断发生的变化 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 第一关试炼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分钟 可仍然有不少少年为了得到铁球而相互厮杀 此时 穆有天将一名少年狠狠地压在身下 一拳又一拳地砸在对方的脸上 这一刻 活下去的强烈欲望 似乎唤醒了穆有天内心最深处的恶魔 直到把身下的少年打得血肉模糊 穆有天才停下手来 他颤抖着捡起那颗沾满鲜血的铁球 贪坐在水里 目光呆滞地看着 为了得到这个铁球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杀了多少人 只感觉自己仿佛化身成了一头野兽 除了杀戮 心中就只剩下一个念头 活下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根长香燃尽了最后一丝火焰 与此同时 恶鬼面具的声音再次响起 试炼结束 所有未得到铁球的人 杀无射 刹内奸 整个山谷中响起一片哀嚎之声 由于少年们的内力都被封印 面对手持武器的侍卫 他们根本毫无抵抗之力 看着周围一句句倒下的尸体 目有天愣住了 他才刚刚拿到铁球 目有天神情呆滞 缓缓将手上的铁球举了起 此刻 恐惧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 只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侍卫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了句通过 便转身离开了 一瞬间 所有的紧张与恐惧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摊坐在地上 脑海中涌起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自己活了下来 然而 当他看到自己沾满鲜血的手掌时 一股自责不由地涌上心头 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啊 尽管他知道自己是为了生存才如此拼命 但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就这样 原本有八百多人参加的试炼 最后只剩下了468人 得知最后的人数后 恶鬼面具放声大笑起来 竟然有六成的人活了下来 看来对于这个结果他很是满意 不过 对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他却没有丝毫在意 说着 他朝着台下的少年们祝贺了一声 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试炼 少年们只是静静地听着 在这两个时辰里 他们为了生存已经拼尽了全力 虽然现在都疲惫不堪 但都在为自己活了下来 暗自庆幸 看着这样的他们 恶鬼面具继续说道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 每个铁球上都刻有不同的数字 请务必牢记他们 因为接下来他将作为你们在这里唯一的代号 说吧 恶鬼面具拍了拍摄 那么 我们马上开始第二关吧 开始了开始了 失血骨第二关的试炼正式开始了 当听到恶鬼面具的话 那些还未来得及喘息的少年 立刻就骚动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在香烛快要燃尽的时候 才通过的人 他们的脸上无不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本以为第一关结束后就可以好好休息 但没想到立刻就要进入第二关的试炼 慕有天的表情亦是如此 此刻他的体力还没有恢复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还能够坚持多久 不过 恶鬼面具无视了他们的反应 他拍了拍手掌 然后轻轻抬手指向对面的山峰 从现在开始直到天亮 你们只需要在那座山里活下来 听到这话少年们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虽然现在已经是深夜 但距离天亮大约还有三个时辰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只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躲起来 既可以好好休息又可以轻松过关 然而 事情又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只见恶鬼面具再次冷声一举 当然 第二关也是有限制条件的 对面的山上插着四十面旗帜 当天亮的时候 你们需要站在旗帜的附近 但每面旗帜周围只能站八个人 一旦超过八个人或少于八个人 都将视为试炼失败 而失败者都将被处死 此话一出现场再次一片哗然 慕有天同样露出了一脸的震惊 从第一关活下来的人至少有五百多个 但对面山上的旗帜却只有四十面 也就是说只有三百二十个人才能活下来 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血腥试炼即将开始 此刻全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似乎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一关的不同之处 不过很快他们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那就是团队合作 因为一旦有人找到了旗帜 为了守住他 八个人就需要在剩下的时间内相互合作 当然 其中也会有各种变数 比如 合作的方式就将决定团队能否有效地坚持下去 此刻所有人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彼此 他们没有盲目地寻找旗帜 而是开始相互交流组建队伍 其中最早通过第一关的光头少年 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只要能够加入他的队伍 或者将他招募到自己的队伍中 那么这一关一定能占据优势 然而面对他们的邀请 光头少年却直接选择了拒绝 如今的他不论是体力还是能力都占据优势 所以他需要好好利用这一点 和自己实力相当的任何 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第三关开始前保存体力 于是他找到了那个撞得像头牛的少年 他直接开门见山地邀请对方 既然我们的实力相当 不如和我一起组队吧 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有把握通过第二关 听到光头少年的话 大壮沉思了片刻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策略 但他还是立刻拒绝了对方的邀请 等我找到旗帜后再组队也不迟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而他之所以如此 为的就是隐藏实力 毕竟迟早有一天他们之间要相互竞争 所以他可不想这么快就被人摸清底细 光头少年听后气急败坏 直接留下一句你会后悔的 然后转身向冒花房的少女发起了邀请 只不过还没等他开口就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光头少年只能满脸不耐烦地闭上了嘴 看来想要和这些人合作从一开始就不太可疑 然而就在他气愤不已的时候 沐晶云却主动上前向他搭讪 你想和我一起组队吗 光头少年为之一惊 他没想到这人竟然会主动接近自己 难道对方和自己一样有相同的想法吗 虽说和对方组队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糟 毛骨悚然的感觉 出于本能的考虑他还是选择了拒绝 看到光头少年头也不回的背影 清灵不禁笑了起来 被拒绝了呢 看来你撕开别人喉咙的一幕对他们打击很大 沐晶云也是叹息了一声 紧接着却露出了一张圣人的笑脸 我本来还打算先将他杀了呢 不过按照清灵的说法 事实也的确如此 现在他想要找到队友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或许他应该听从清灵的话换一种方式通关 正当他思考接下来该如何的时候 一个短发少年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身旁 然后开口询问 你需要队友吗 动手了动手了 少年终于对身边的队友动手了 此刻 当听到竟然有人邀请自己加入队伍 沐晶云也感到了一丝惊讶 可还没等他开口询问 短发少年继续说道 我们队伍刚好有七个人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组队 沐晶云转头看向短发少年指的方向 那里有六位少年 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坐在最中间 周围五个少年像护卫一样围在他的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支队伍是以这名少女为中心 也就在这时少女向沐晶云摆了白手 沐晶云微微一笑 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而这边看到沐晶云已经组好了队伍 沐有天也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虽说他和沐晶云是兄弟 他也曾考虑过和沐晶云联手 但他最后还是没有这么做 他的死活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自己也已经组到队伍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必须先确保自己能活下来 就这样 沐有天在心里说服了自己 也就在这时 第二关试炼的鼓声正式响起 少年们齐刷刷地朝着对面山峰的方向跑去 就像之前一样 这次的关卡也是越早行动 越能占据有力位置 然而看着这一切的武士们 却露出了一点的善笑 很快他们就会知道 这一关远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尖度 在这剩下的五百多名少年中 他们的行动大致分为了三种 第一种是不停朝着山上奔跑的人 他们觉得旗帜的数量有限 所以认为优先找到旗帜更为重要 而有这种想法的人几乎占了一半 其中就包括了大壮和冒花房的少女 至于第二种就是四处寻找队友 他们认为只有先组队再抢旗 才能更好的守住旗帜 因此他们在组队期间 所有人都默契地选择了避免发生战斗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深入山林体力的消耗会更加严重 画面一转 穆金云的这支小队已经向着山林出发 只不过他一直默默地跟在队友的后面 这时一个少年小声地向女孩嘀咕了一句 让这家伙和我们一队真的没问题吗 对于这个问题 其他人也有相同的疑惑 毕竟其他人看到他都像看到温沈一样 巴不得避而远之 对此女孩只是轻笑一声 你们这是害怕了吗 不用担心 相信我 带上这个家伙对我们也有好 起码那些害怕他的家伙不敢对我们动手 况且他能徒手撕开别人的喉咙 力气应该也很大 所以这样的家伙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 原来从一开始 他们就准备利用完穆金云后将他杀掉 他们相信就算对方力气再大 也不可能一个人对付七个人 为此 他们特意安排了一个人事先拉开距离 跟在几人的后面 只要等穆金云一死 他就会出现填补控权 此刻 女孩还在嘲笑那些愚蠢的家伙 竟然把这么有用的牌给扔掉 而随着山林不断的深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女孩惊讶地发现穆金云竟然长得还挺好看 为了不浪费这样一张好看的皮囊 于是女孩悄悄地靠近穆金云 开始询问他的名字和来自哪里 女孩相信 凡是男人都很容易受到女人的诱惑 所以他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点兴趣 对方就会主动上钩 尤其是像这个年纪的少年更是经受不住诱惑 然而面对女孩的头怀送到 穆金云依旧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见他始终无动于衷 于是女孩贴着他轻声地说了一句 你知道吗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听到这话穆金云瞥了他一眼 接着微笑着说道 我也是 说着穆金云把手搭在了女孩的肩膀上 见此一幕周围的男生顿时羡慕的牙痒 此刻女孩还在得意 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 只要他稍微主动一点 没有人能把持得住 接下来他只需要好好利用 这群蠢货的嫉妒心 他们就会对自己更加忠诚 正当女孩感叹自己的计划 真是完美的时候 只听咔嚓一声 穆金云毫不犹豫扭断了他的脖子 顿时空气陷入了一片安静 女孩甚至来不及尖叫 就这样命丧当场 当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无不露出了一脸的恶然 他们原本以为穆金云 会被女孩折磨得死去活来 所以只是在一旁看着 谁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也就在这时一个少年大声喊道 你这个疯子到底干了些什么 然而面对少年的质问 穆金云的嘴角微微上扬 此刻周围的一切仿佛被星红笼罩 只见穆金云大笑一声 那么 接下来轮到用餐时间了 期待已久的杀戮正式开始 当看到女孩被扭断脖子的样子 在场所有的队员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女孩作为他们队伍的核心 竟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死了 此时 一个少年率先反应了过来 他对着穆金云大喊一声 你这个疯子 我要宰了你 然而 身旁的少年连忙阻止了他 如果现在失去理智 那我们就真的着了他的道路 如今肃华已经死了 但我们还有六个人 局面仍然对我们有利 听到这话少年们这才冷静了下来 你说的没错 如果我们一个个激动地冲上去 反而很可能被各个击破 说罢他们相互使了个隐字 紧接着便将穆金云团团围在中间 穆金云健壮只是微微歪了下头 他冷笑一声 听到穆金云的话 少年们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穆金云这是把他们描述成了 只会沉迷你色的蠢 刚才叫嚣的少年顿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我倒要看看在你临死前 还能不能口出狂言 话音刚落 穆金云的嘴角发出一声冷笑 吓一了他的手掌便出现在少年眼睛 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听啪的一声 穆金云单手抓住了少年的头颅 刹那间便朝着身后的大树撞去 随着一声爆裂传出 鲜血刺剑 那名少年就此隐恨当场 这一举动瞬间打破了少年们的围攻之势 他们开始惊慌失措 纷纷朝着穆金云冲去 然而面对他们的围攻 穆金云始终游刃有余 他单手抓住其中一名少年的脚踝 猛的一转 那名少年瞬间失去平衡 整个身体被甩飞了起来 看到穆金云轻而易举将那名少年拎起 所有人再次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虽然他们知道穆金云的力气很大 但这一幕却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此刻 惊慌之下那名少年根本来不及躲避 啪啪两声传出 两个头颅猛烈的撞在一起 一人当场隐恨 另一人也短暂失去了意识 不过就在穆金云调整姿势的片刻 短发少年抓住机会狠狠一举 虽然这拳被轻松挡下 但手上的少年也因此得救 这时短发少年再次大喊一声 一起上 三名少年再次朝着穆金云猛冲而去 面对三人的围攻 穆金云开始抬手阁挡 场面似乎开始发生逆转 正当他们以为可以将穆金云一举拿下的时候 穆金云眼神一凝 实在是太弱了 说罢一拳轰出 速度之快根本必无可逆 只听一声爆裂传出 穆金云仅用一拳便再次干倒一人 可他的攻击并没有结束 只听哇一声惨叫传出 穆金云一脚踹在短发少年的腿上 短发少年的小腿 以一个诡异的姿势弯成了90度 看到这一幕仅剩的少年愣着 他的全身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他知道自己根本赢不了对方 这家伙仅凭力量就达到了二流水平 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头怪物 这一刻恐惧彻底占据了他的整个身体 他发了风势的向后逃离 断腿少年看着那人疯狂逃窜的样子 虽然心里不断发出咒骂 但他能理解 现在逃跑才是正确的选择 可穆金云怎么可能轻易放他离开 只见他单手一抬 一股诡异的黑气从他的手心向外蔓延 下一秒只见那名逃跑的少年 似乎被什么东西拽住了紧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他疯狂的嘶吼着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 他开始试图抓住地面 但留下的只有长长的抓 他的身体仍旧一点点的被拉回到穆金云的身边 这诡异的一幕让断腿少年难以置信 这是凌空取物 能够施展这一招的往往只有内功深厚的高手 然而眼前的少年却在内力被封的情况下施展了出来 这一刻恐惧与震惊已经无法形容断腿少年的心情 随着咔嚓一声传出 逃跑的少年就这样断了气 只属于穆金云一个人的盛宴终于开始了 此刻断腿少年在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后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惨白 他开始懊悔 自己当初就不该听信速滑的话 拉这家伙进队伍 眼前这只怪物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 他知道哪怕在没有被封印内力的情况下 自己也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本能的恐惧让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 面对不断靠近自己的恶物 他只能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这一刻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求饶 于是他开始大喊 无论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只求你能饶我一命 然而穆金云并没有停下的意思 他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 仿佛正在宣判眼前之人的死心 可就在这时 穆金云突然转头看向了身后的树林 然后轻笑一声 原来还有一只小老鼠 听到这话断腿少年立刻想起了速滑安排的那个人 他一直跟在队伍的后面 等待穆金云死后替代他 难道他也被发现了吗 可此时的穆金云并没有上前追赶的意思 他把手伸入怀中 不急不缓地掏出了一个木偶 断腿少年一脸不解 不过这样也好 赶紧逃吧 然后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所有 让大家都知道只要有这个家伙的存在 那么这场试炼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也就在这时 穆金云开始口念咒语 随着一个解字脱口而出 一股黑气沿着他的周身向外扩散 断腿少年彻底被眼前这一幕下的失了身 虽然他不知道穆金云刚才做了些什么 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恐怖的东西被释放了出来 此刻周围的一切被映照上了一片星火 穆金云化身成真正的恶鬼 一步步朝着断腿少年靠近 对了 你刚才跟我说了什么 断腿少年正想继续求饶 然而只听咔嚓一声 他的脖子同样被硬生生拧了下来 画面一转 跟在后面的那名少年发了风势地朝着树林外逃跑 因为刚才目睹了队友们被无情杀害的场景 他的身体早已被吓得失去了知觉 尤其是看到穆金云隔空取物的那招 整个人更是陷入了无尽的恐惧 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必须把看到的一切告诉大家 无论是参加试炼的人还是监考的武士 必须让他们知道那人就是一只恶鬼 一只真正的恶鬼 他们必须一起将其消灭 然而就在他疯狂奔跑的时候 突然一股不祥的感觉有不上心头 可当他回头看去 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体 直到下一秒 树林中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响 紧接着便看到一只只手臂疯狂地朝他袭来 与此同时 一个头戴骷髅念珠的僧人出现在他的视野 少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此刻他的心脏几乎快要停止 备受惊惧的身体已经无力支撑他继续逃跑 而随着一只只手臂抓向他的身体 少年的口中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哀嚎 画面一转 穆金云贪婪地吸收着那些少年身上散发的死气 身旁的青龄一脸无奈 原来我还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看来从一开始你就计划好了是吗 穆金云微微一笑 我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 然而话音刚落 树林中走出了一个人影 正是刚才逃跑的那名少年 只不过现在他的眼中透露出一股熟悉的感觉 看到来人青龄吐出一口青烟 搞什么吗 怎么不直接杀掉 还特地附身带回来 魔僧并没有回应 但穆金云却猜到了他的用心 你是为了方便我吸收死气才这样做的吗 话音刚落 少年的身体就倒在了地上 而魔僧那模糊的身影也显现了出来 穆金云对着魔僧称赞了一句 干得不错 还是你懂我的心思 听到主人夸自己是个醒目的诗诗 魔僧顿时露出了一副得意的表情 这可把精灵气得够强 对着魔僧就是一顿胖揍 笑个屁眼 而这边 穆金云在吸收完地上那名少年的死气后 他走向了最后一具尸体 那个最早被扭断脖子的女孩 因为这个女孩死的时间最早 所以从他身上流失的死气也就最多 不过相比较之前在燃剑山庄和第一关吸收的死气 还是要多上不少的 做完这一切 穆金云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正当他准备休息片刻的时候 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另一支小队 穆金云看着他们只是微微一笑 不久后 他坐在尸山上长舒了一口气 看来日出之前我得好好享受这场盛宴 反正按照规定 只要留下七个人就够了